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 各位選手專家 還有我們民間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所有的我們的議員 還有議員的辦公室主任 還有我們在地的相關的里長們 也都到場了 非常感謝大家波隆出席今天的會議 我想我們今天最重要 就是把這個爭點來釐清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我們不要下結論 那拜託很多的專家學者 還有民間的友人 都給我們市政府多多指找 那我們希望最後的這個會議的發言紀錄 在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會盡快的呈給文資委員 來做一個參考 我們一切呢照這個程序 我希望呢我們有這個任何 任何地方如果是有缺失的 請大家多多給我們這個支持 跟鼓勵跟指導 那我們今天這個公經會 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有兩位我們民間推薦的這個 邪洪主持人 那第一位就是我們的王寶瑄專員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年輕的代表 那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的這個 公民參與委員會的 呂佳華旅委員 這也是我們民間團體會見的 那余會我想這個 這個嚴若方議員已經到現場 跟大家致意一下 還有我們幾位很熱心的這個里長 萬華區的青山里 呃李昭成里長 揮揮首相 還有我們胡經里的李黃鈺跟里長 感恩 還有中正區的黎明里的鄭彥中 鄭彥中里長 感恩 還有我們黃國威會長 我們中正區的會長 好 感恩 還有我們光顧理王立美里長 還沒到場 好 謝謝 還有我們很多的文資委員 跟老師都已經到場了 我也一一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我們謝佩寧 我們文化群局長 還有我們林正局的代表 我們基要秘書000 還有我們林周明局長 也到現場了 我剛剛有看到 還有我們的米富國老師 西環嘉老師 還有詹天全老師 劉淑琳老師 薛琴老師 還有黃台生委員 李董展委員 黃俊雄委員 吳聲明委員 還有我們的許天本教授 黃兄妹教授也到現場了嗎 謝謝你 還有我們的玉兆清教授 還有張文聰委員 張文聰委員 也到現場了 非常感謝您 還有我們議員的助理 好 何志偉的助理也到現場 這跟大家打個招呼啊 好 有沒有在旁邊 好 謝謝 還有許淑華的助理也到現場 還有陳詠德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 黃象形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 還有我們劉耀人的助理也到現場 還有我們劉耀人的助理也到現場 我們李信鋒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 還有我們顏若邦剛剛已經介紹過 長得太美麗了 所以剛剛有點認不出來 謝謝 好 那我想呢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說 等一下開始的時候 就是背景的報告 由我們粉腐的文化局為主要的報告人 然後呢都發局跟交通局在做補充30分鐘 那民間團體的提案人也是30分鐘 就是很對等的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不要做人身攻擊 就是盡量提出問題來 提出你的提案 然後我們很理性的凝聚一個共識 然後過來呢就是徵典的釐清 那徵典的釐清這部分我就交給我們兩位 這個協同主持人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還是希望是登記發言啦 好 因為登記的話 我們可能比較好好掌握那個秩序 就第一位發言 第二位就在旁邊先等候一下 這樣可能我們還有辦法在10點 這個做一個結束啦 不過剛剛好 我們的公民參與委員會的這個 副主任委員楊世慧也到現場 大家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這我們老朋友 他跟我說今天好 我們要讓大家唱所欲言 所以今天如果說覺得時間不夠的 我們可以再擇席 再延續開會 當然可以可以嗎 所以我們是大家都可以講啦 但是說時間可能要稍微掌握一點 不要不要太久 那盡量是10點結束 但是如果10點沒辦法結束的話 我們希望擇席再延續開會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開始今天的這個報告 議員也要發 不用不用 對 議員很客氣 旅長也很客氣 都說不用發言 他們是來請經的 好 那有沒有 好 我們做一個補充 好 那這邊報告一下今天的會議目標 還有整個議程設定 首先今天的會議 是因為前一次的文資委員會裡面 承諾 其實承諾說要搭建一個跟民間溝通的題材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會場上面 希望把一些在文作委員會裡面 提出來的相關整理在這裡 透過一個比較公正的制度設計 讓民間的提案人 原地保留案的提案人 跟府方這邊已經通過都發局審查的案子 一起來做一個更清楚的討論 跟釐清相關的事實 那這些今天討論的這些爭典的明清之後 我們會會整 然後送到文資委員會 所以三井到底三井長庫最後的建議保留 還是交由下一次的文資委員會來做審查 我們今天只是就當時在文資委員會 上一次會議裡面提出來的相關爭典 也做一個理解 因此在今天的議程設定上面 上次的文資委員最後其實是把整個十幾個方案 濃縮成三個方案做比較 一個是我剛剛提到的突發局 就是我們市府已經通過都市計畫審查的第二案 千里保留案 以及第五案還有第十一案的原地保留案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公益會開始之前 也跟民房還有市府做了很長途的準備程序 去確認第五案可能並沒有代表 要幫忙遍布 所以最後在今天的整個議程設定上面 我們就是由我右手邊這邊的五方的代表 來呈現第二案千里保留案的相關的論述 以及整個地域的分析 那我們由原本的第十一案原地保留案的民間團體 來作為我左手邊這邊的代表 去救原地保留案做一些說明跟一些並鋪 那這是兩方我的主要兩方的組成 那同時我們今天非常的謝謝有非常多的文資委員 以及相關的府的不管是都發的委員 或者是相關交通的專家學者們 來我前方這邊做成我們今天第三方的公正的專業人士 所以在整個議程的進行當中 如果有相關的爭議我會非常希望 期待各位委員跟各位專家可以給我們一些相關的意見 去讓我們在這些正義上做一個更好的理性 以及更專業的討論 那真的很感謝大家來當今天的公正第三方的專家學者 那最後說明一下今天的議程 就是我們事先的準備程序 也理清了今天主要要討論的兩大爭點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文資的部分 那這邊可能包含了 第一就是螢幕上你們會看到的相關正點理清的 的相關的議題 那裡頭當然會討論包括三井原地保留的意義 以及整個歷史建築保存方式的比較 還有整區西區門戶計畫的整個歷史建築群的整體的那個文資意義的比較 以及第二大爭點是有關交通安全跟整個行人動線的部分 那這邊我們跟公告不一樣的是多加的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民團原地保留案的那個確認 因為我們發現在官方的民間好像有一些出入 那我們會先做這個確認之後 再去釐清現況的交通需求以及最後去確認 到底民團的原地保留案在交通上的可行性以及相關的利弊 還有行人動線的比較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整點的釐清 那所以在整個針點釐清的過程當中 我們原則上是不限制發言的時間 但是每個人發言三分鐘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按鈴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已經用了很久的時間 那是期待說透過兩方的真的言辭的辯論去把這幾個針點做釐清 那同時如果各位參加學者如果對相關的議題有一些指教的話 都歡迎隨時舉手表示發言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送麥克風到各位身邊 所以各位隨時都可以發言 給我們做一些釐清跟指教 那至於與會的其他團體跟其他的人員 如果要發言的話請麻煩到我們的那個這兩個發言的位置 就是麥克風的地方 那要跟誰登記發言可以舉下手嗎 可以請跟這位文化局的工作人員登記發言 然後就可以到 那我們就會再請大家 就是邀請大家來針對我們討論的議題做相關的發言 但真的因為針點的釐清這幾個議題的討論是今天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跟我們討論的議題無關的 我們可能就麻煩就是不要再再用大家太多時間 不然我們很擔心今天的任務會討論不完 那就真的再拜託大家多多配合 那我就報告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寶宣 我再補充介紹 我們中正區經理理長何柏榮也親自到現場 來拍拍手 還有我們林憲昌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了 還有戴琪欣議員的助理也到現場了 非常多議員在關心 請讓我們先開始請文化局 我們的副局長田偉田副局長的報告 好 感謝各位黃大師 今天我代表市府的部分 先來說明一下市區文化資產保存的一個做法 麻煩下一個 我們大概會分四個方面在對大家進行的做法 麻煩下一個 我們先用文化資產法的一個角度來看完 我們在西區文化計畫中間 大概有兩種建策 一種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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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從四個標準去判斷 包括平衡地 保存 修復 即使過千億 這四個標準來看完 大概普及是比較強制性的 工法 保存 貿擔造更慎重 那也需要經過國家的行為 會來的政策 在歷史建築上面 我們必須跟大家報告 黃大師 來做基本登陸制度 那我們是不是 支持 PASS 希望可以在利用什麼空間 那我們也建議 PASS 其實 是有彈性的做法 而不是那麼繁殖性 讓他們的概念 所以在主原則上 如果也得能為 回心來看 它的300公尺 範圍內有6處 有4處 有4處 有10處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每一處 其實在這個地方 都是依照法規 來做保存在利用上 那我特別要強調 大家看到台北工廠 其實它經過的 它是離開再回來 那也沒有再完全 是原先的 以上 那我們跟大家報告 是這裡其實要指到的是 三井倉庫 這個歷史界線 它其實印象 是把三井倉庫 找不適用 不是那麼嚴格的規定 那不是市府 整體來說 還是重視三井倉庫 所以才把它 能夠到尾 都送到我支會 來做一個 是火牽引寶 的一個 保證 麻煩下一位 那各位要看到的這一張 要讓各位看到的是 從101年的5月7日公告 這是一個事實的資料 但是重點也不是這個 那我想跟大家說 一個是從98年的3月 最下面這個部分 所以98年的9月 開始有會灘 那我們在實際上的會灘記錄裡面 我們也查到了 其實在98年3月 9月第一次會灘的時候 就委員其實已經提出來了 那是不是要配合 將來整體的 西區的一個發展 做一些考量 那也談到了 牽引寶 是其中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從98年的9月 各位看到 一直到150年的3月 其實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那跟 其中有幾位老師 其實也在 我們的網路上有質疑過 為什麼 沒有調查 事實上有調查 然後更多的話 將一年的時間 連日請黃世堅教授 做了一個 三體倉庫的歷史調查 那這個部分 連同會灘的記錄 相關資料 都送進了100年的 我們看到的 136次的文資委員會 那我們看 100年1月 登入公告 麻煩下一月 那剛才的相關資料 所以才會成立出來 所謂的登入 包括不在建議的部分 所以它不是沒有來源 我要跟大家說明 它都是依據相關的調查 的調查 所有會議的經過的討論 來做整的 那這也符合文資法 相關系統的規定 好 麻煩下一頁 那在整個 調查跟整個資料的成功上 其實累積不算 當然除了照剛才的法律以外 有哪些累積嗎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麻煩下一頁 那當發發了 我們所持 九年二二初 來的一個 王老師的調查 那他可以確認大概 在歷史的部分 在建物的一些結構的部分 或基本的一些研究 那到了一百零二年 今天玉老師也在做 就是 委託當時他 這個歷史制約的經理學會 做了一個 比較廣泛 就是給你們週間 包含了三體倉庫庫 整體發展的一個建議的計畫 那接下來 其實在整體的一個 結體調查中 調查來繼續 麻煩下一頁 那我們也感謝各位文資委員 幫發和此團體 在這段時間 相關資料 這些資料我們都收集著 那我要講的是 麻煩下一頁 在這一些資料裡面 其實大概 當然有不同的論點跟觀點 有不同的感覺 也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 大家都大概認同 這個三頂倉庫 是日治時期三線道上 一個重要的結論 它跟交通之間 特別是鐵道的倉庫之間 是有相當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 是不是可以先看一下 那個藍字的部分 其實三頂倉庫 它最重要的因應 應該是北三線上的三樓 還有 或是三層的一個北門 專角倉庫 絕對會是關心 好嗎 看下一頁 那我們另外一個 其實可以證明的部分 它還是在講說 三頂倉庫 就是北門城外的德局 就是當時發展的一個德局 讓北三線的路程很重要 讓三線道的齊樓 我們已經說非常重要 但是它可能 不能完全代表你之下 三頂物產 諸次會是救下這樣的一個地位 我所謂的 它的地位 應該是當時政治經濟發展史 最重要的一個代表 那兩個之間 它應該是有不同的關係 我按下一點 所以在以上的管法 綠面或是調查資料裡面 它在設施的一件事 就是三井其實 它有這個地方 它的基礎調查 已經是完整的 那該有的原則的資料 大概也都出來了 那麼北門中間 跟三井關係的一些研究 跟步驟大概也清楚 另外它在這些市政上 也提供大家一個論述的舞台 那也提供了 發展跟交通發展上面的 一個公開討論的資料 好 馬上下一頁 所以經由以上 不管法律的 或是我們的調查 或是相關資料 大概開始做一些比較跟聚焦 那比較跟聚焦的工作 其實要做的話 還是經過公佈參與的過程 在104年以前 我們已經看到有五次相關的工作訪生 在討論 那在104年以後 包括出發局接手之後 我們也看到還有四次在討論 那一直到文資會的討論 其實大概提出了十一個方案 好 它下一頁 那 剛內頁大概有一個第二方案 就是 這件事 好 麻煩 那麼 在萬萬的聚焦發展中 曾經提過一個第五方案 然後最後 好 在上次檔案民館 有 出了十一方案 好 當然我們都予以尊重 馬上看一下一頁 那 站在市府的立場 還是主要跟各位報道 方案二點的部分 跟巴掌講 那我必須對玉老師還是抱持的 他是一個影響主義者 所以他當初提出方案 我覺得他是有論述的 那他依據的方案 據我很詳細地去看 他主要是2011年UNISCO的 關於城市歷史警官的一個建議書 那這一個報道 也要跟各位報道 我們在104年的3月27號 曾經送到文化庫做成的 那也今天經過當時 三跟二的委員同意 修正後通過 那上次我也跟黃英宜老師報告 他也在當時的檢查會中 那他就有了解這件事情 好 麻煩下一頁 那這跟大家講的是 在整個歷史軸件 不管是時間軸或空間 等下請大家先看一下 右上角的這一張圖 我要講的是 各位如果今天從北門看出去 在重慶南路與國外陸之間 應該還看得到 這樣一個景象的建築 所以北門是一個重要景點 即北門廣場的決戰必要性 其實我覺得 包發育老師是有 他的基礎的惡靈的奇點的想法 麻煩下一頁 那 那 在整個資料的基礎裡面 我們可以看 他慢慢的把中間 重要的包發油群 包發育料部等等 包發育指等等 的位置都 跟現在跟以前做一個點對 那山頸倉庫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 可能就在庫城上面 當然這是一個時期 然後慢慢的延伸到 麻煩下一頁 可以看到其實山頸倉庫 在日去時期 大概說是在陰景祖 所謂的陰景祖 我們就看了一下 當時的建築其實 跟現在的山頸倉庫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敢確認 它是不是就是同一個 但是 我們可以相信 是不是 它應該就是 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北門周邊建築的發展 似乎是有相對關係的 每一個建築的發展 我們時期的不同 並非完全的絕對性 第二個是 山頸是位於台北府城外 連監禁接溫 這是不可否認 再過來的 可能是檢視的 引入倉庫的連結重要性 南下頁 依此市府級提案 為什麼覺得山頸變得很好 那這位報告的是 山頸倉庫的意圖 則是可以保存其意識的意涵 第二點大概是 在遷移位置上 仍然在清泰台北城的北門外 沒有大口的改變能力的方位 那建築仍具有歷史的見證性 第三點是 離之後的經濟到附地較大 也可以做較完整的利用 那包括北門廣場的附地 也是完成這陣 還有歷史附近 會被清楚的看到 麻煩下面 那現在98年到現在 在105年 我們第一次說話 山頸倉庫 在鐵路局時期 沒有做得好 得很好 那不管以後 麻煩下一頁 我們整修的時候 它是否定要經過解體調查 那是不是也沒有一個機會 把它引入到一個重要的節點 讓它跟周邊的關係更緊密 然後更好使用 也更代表In-Full House的一個 新的概念 麻煩下一頁 那玉老師的理論 其實這個 城市警官HU也在說 其實它就是一個政策 實現一個環境保護的工序 它也在重拾新 新的一種創立 老城區之間的一種活力關係 麻煩下一頁 所以其實它是有一些 必須要達到使用項目 包發位置地圖 權利益的關係 考量社會經濟壓力 還有進度保護跟開發的一些順序 那市府也沒有做 我們馬上看下一個問題 那其實市府在這個項目 請各位看到 在這張西區門部的裡面 它標示了自然運載文化資產 和知識發展的整體想像 其實它也指出了 在這個周天 一個文化資產的特性 而且它也考量了 經濟發展和交通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 它也提出一個 首屬博物館文化圈的一種想像 麻煩下一頁 正式第五案 那有一些學者 專家還是希望能保留南北巷子廣場 但是這個東西 該有影響 把三子的屋領在屋島上面 麻煩下一頁 最重要的是 方案11號 它也許各位能夠代考量 它當然有原子保留 具現況的一個真實性 但是它真的 也有它的缺點 那我想一下 就問要人是 其實在這個裡面 它要犧牲的一個人 在北門 那北門當然 在北門 土地定座的範圍 黃色的圈 以下北門的土地庫 它一定會有一些被驅捨的路 在上面 那北門也成了一個 東西巷的通道 那剛才所謂的歷史固境 當然會不會存在 那我們還不要談到 其實三點跟道路的距離 還是非常近 好 所以麻煩到下一頁 那中上 其實歷史建築 三點關部 是一個地方 在區域景觀 其他文化生產價值 在例如上面 其實我們都有去做過一些想像 那它也不適合了 歷史 多次景觀的機會規範 那希望把眾們 能給我們這次的一個想法 這次的計畫 一個新生的機會 也給三點廠 再進一個新的時間 謝謝 非常謝謝文化局的副局長 那接著 好 我們突發去補充 接下來有發展的 接下來有發展的 這邊 跟各位 我們報告一下 整個西區倫目計畫的 這個案件的過程 那這邊還是要強調 整個西區的倫目計畫 整個西區倫目計畫 其實是 建構在總監的檢報內容 但會跟這幾項 跟各位說的所謂的代表 整個西區倫目計畫的一個 建構跟院子 其實它不是平衡的 所以我必須要先做一個 做明帶來 那我們認為 西區門戶計畫 在這裡面 其實它是展現 整個台北西區的一個願景 那我們認為說 在這樣的一個方面上面 其實 西區門戶計畫 不是只有台北的西區 它是整個台北的官 在看這件事情 它包括的內容 包括一些生態 歷史地質 人本交通 多的文化跟產業發展 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內容 整個計畫 我們稍微 複習一下這個地區的一個脈絡 我們看 在這個青桃 青桃時期的時候 其實北門 就是一個 三四街時期的時候 最重要 往北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道路 它跟城內的關係 基本上是不可分的 那在日據時期的時候 基本上 拆到城門之後 鐵路從旁邊經過 在這樣的一個關係下面 其實 這個北門的部分 形成了一個 有關的一個概念 那在後續 再一道 在後續的部分 我們政府來台的時候 其實整個的一個 都市的發展 把這一整個 整個 整個 範圍裡面 全部都 切分 都一些 破碎的一個切分 這是因為交通的關係 讓每一塊都成為 一點的路道 那在 到目前為止 其實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裡面其實包含了一些 歷史建築物 或者是古蹟等等 那如何是把這整個的一個 破碎的一個 我們重新再做一個整合 其實是我們 這個計畫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提出了幾件事情 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 門戶的範圍裡面 它其實是需要一些 漫威廣場的空間 重新把這整塊 破碎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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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 其實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在這樣的一個 地景的呈現上面 其實是生態多樣性的一個方式 從火車站的中間 一直延伸到 這是我們大概在生態上面的一個想像 那 我們不只想像的是這件事情 我們也在談 這個地區的一個 市的地標連續性 包括 譬如說 我從台北 從西北市過來的時候 怎麼樣看待 整個西區的一個 濃度計畫的一個概念 我們從台北火車站出來的時候 怎麼樣去看 這整件事情 其實 這是一個 批標跟連續性的一個概念 跟反向 所以我們會去做一些 視覺上的一個分析 包括廣場要如何留色 包括建築物要如何做一個處理 其實都是我們在想像的一個 一個 那 我們也 我們也強調 我們也知道這個地區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人形環境的 其實不是非常的順暢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也提出來一個 山坑普拉達的一個概念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現在所屬的一個環境 其實它地下街非常的一個混亂 在裡面其實是非常的 你搞不清楚 方向感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能夠 做一個山坑普拉達 讓整個地下街跟人群中間做一個結論 那這樣是不是就達到原本環境的一個概念 下一張 不好意思 那這個部分大概是在談整個 整個地區文化計畫裡面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 這個股基跟歷史基建築物 我們都都標示在上面 也就是剛剛田復都講的 我們是有一個 這個 博物館的一個概念 在這裡面 那從交通上面來看這一區 其實目前的交通其實是南北下 是可以串聯的 可是我們希望未來長期的部分 下一張 我希望未來長期的部分 能夠把這個火車在西側這邊 做某種程度的一個遮斷 這是我們現在想像的一個部分 去把這整個南北下的這個串聯 這個部分 做一個簡化跟處理 所以我們長期計畫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透過整個道路的一個系統 包括整個公車如何到達這個地方來 怎麼樣很順的去把人行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未來在做的這個部分 的公車專用道 以前是以人救車而行 以車救人的一個方式概念 所以發現到未來在這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北側會有兩線道是公車專用道 南側會有一線道是公車專用道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其實就是在造就 這樣子的一個人本環境的一個想像下面做出 所以我們在整個規劃概念下面 不管是從生態都市的角度 或是歷史都市景觀的角度的落實 或是等等人本環境的空間的速度 其實都是我們想要在這裡面表達的事情 因為也不是要這樣子要表達太多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大概會接到 請問各位做一個報告 各位到剛剛那個地方 從西邊開始來談 不好意思 從西邊開始很快的說明一下 我們希望未來的時候 其實在運前公園會有一個話題的一個和 這個提法 能夠跨到這個部分來 那在我們在意外意圖裡面 其實我們再更開一點去再談 未來這個前方的部分 是希望能夠保留 做一些日式塑車會去補給的移植 那當然這個我們的這個 鐵道路是未來的一個國務館這個部分 這是非常明確的 那一直到我們等於 包括我們希望未來三幾千里之後 這邊會有機倉庫的一個概念 所以整件事情在往莊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剛提的商中卡拉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跟國光會已經交好 那在六月底的部分 基本上就會移植到其他的一個地方 未來這個地方在短期內 是一個大的一個平坦的一個廣場的空間 未來我們希望它會更有力這個地區的一個發展 那到台鐵火車站的時候 其實現在台鐵內部 因為這個 這個南港車站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然後高鐵直到南港車站 所以台鐵內部基本上會把上面的這些 所謂他們的班公區總部會移到南港部分 所以整個來看整個的西區分布裡面 它其實對未來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可能性跟想像 在這邊其實是會發生的 那在這樣一個掃電下面 西區分布裡面的目標 這所謂重要其實 它其實是融合 不僅融合了基地內的各個基地塊 它其實對未來作戰的商圈 甚至於萬華中正 其實它會有一個復興的一個作用 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推 就是西區分布裡面的一個原因 那它未來甚至還是一個 我們從長廠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做的 跟各位再次強調 我們不幸在做開發 我們是在做這個整個地區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整備的一個動作 再往下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市政府在做的部分有幾件事情 包括通料料有要拆除 包括暫時新入行的施作 那未來其實六月多 六月底的時候國王科医所說 這邊會有配合做一個公車灣的部分 其實就是要讓這個地區的交通更為便捷更為便利 讓人可以在這邊自由的進出 那未來當然還有人請到通方等等 那我們希望山頂倉庫 這個一致保存之後 能夠把整個都市計畫的這個入行 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動作呢 其實 接下來幾件事情 是要跟各位報告說 這個下層制廣場的一個概念 我們大概是希望下層制廣場的位置在這邊 那未來希望地方還沒有再成行之前 其實問題是可以做一些 這個綠化文件等等 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對他的一些想像 其實在這個計畫裡面 還限制到到工程 限制到這個通風口的移植等等 下一張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台北政上的改建 我們都在這個計畫裡面 並且一個處理 那未來上面就是一些微型辦公室的充建 包括一些市民單元的空間 我們希望跟台點談到這樣子的發展狀況 下一張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是說 在整個東向西路的改測 能夠做一些 能夠把現在這種高高低低的部分 用往多次的處理 建構一個長廊的一個人型長廊的部分 帶人在工程上下的時候 能夠非常的順暢 下一張 那這時候我們下一頁 那這時候我們一些 我很覺得想下一張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其實在過程中 我們有一些民眾的參與 其實剛剛提過 我就不在談 下一張 那這時候我們工作坊的一個內容 就是 我在跳過 下一張 那針對商品倉庫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規劃裡面 其實就像節目剛剛有講到的 我們是依照101點這件事情 在看待這邊 在看待商品倉庫 其實他講得非常的清楚 說 這個建築物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防護跟再利用的部位 其實他配合整個 北農廣場的這個 這個型塑 來重新再作用好 我們的依據是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各位也會常常講說 為什麼 這個程序上 巫委會掀起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巫委會的決議 他不在決議 講得非常的清楚 三點後續的保護方案 如果經過文資委會 會決議 內容足以影響 我在計畫決定等等 請市府重新檢討 意思是說 我都市計畫 雖然先請 可是我基本上是遵受文資的態度 如果有任何的這個 不一樣的地方 就都市計畫 基本上要重來 所以這個部分是 呃 在程序上 各位覺得 好像不是很尊重 可是其實是有一些 淡數的一些內容 所以我們在看整個 這個文資的程序上面 其實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附帶 我們基本上認為文資的審查 其實 他可以就文資的部分 去做一個考量 他完全是沒有任何程序審查 尚未得給民意的 這是我們要強調的部分 下一點 那回到頭來講 山景倉庫的這件事情 下一張 山景倉庫的這部分 當然我就不再提 它到底是廣東運輸社的山景 還是山景租師會社的山景 可能就我們在規劃上面裡面 來看的時候 其實它的價值有幾件事情 時空空間跟環境上面 我們認為 它的一個紅山建築物的代表性 跟它的一個 可以說明 搭到有多運算 這件事情 包括情郵空間 包括它跟北門 郵局三線道 這件事情 其實很重要 所以我們對應的保存策略 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把滾面做完整的 空間期待上面做完整的保存 包括我們建議可以一致的部分 它是一個有回復性的一個風法 這個待會我會做一個說明 包括它整個跟中校西路整個 有一個成本 我們在進口 不破壞它的 不太大影響它的文化下屁下面 去做一個保存的一個處理 下一張 它這也是我們 這個我就不再談 其實 這個 我們大概要談的部分 是空的 就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這當然是以前的一個老照片 其實它其實 中間說明的 它有一個跟國務管道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的規劃其實可以把彰顯這樣子的一個 彰顯這樣子的一個 國務管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我也不再提了 其實我們在談的是 整個地區國務管的一個概念 那到底山頂倉庫 我們怎麼在對待這件事情 如果從內部裡面來看的時候 其實它的建築物的內部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它其實是必須要趕快 就被保存的處理 那可是它同時也是 位於在這個 中部疏擾硬化的一個範圍內 甚至於 它現在是在捷運的地方 一個附近 但這樣呢 它雖然沒有立即傷的危險 可是各位如果去現場看的時候 公車從旁邊80公分的距離 天天在那邊經過 其實對這棟建築物 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提出來幾個方案 當然這個方案 候選台師要經過文字文會同意 我們希望把這整個移民做 一個完整的切割品 包括下延 包括我們希望處理的時候 把它移到旁邊市政府的土地上面 先做一個拆檢 編號重組等等 我們希望在這邊做這樣的一個 重組的方式的一個處理 下延 那我們也 我們也會把這整件事情 包包補完的拆卸 把它拆卸下來之後 看有什麼可以再利用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的 他要找一下 那最重要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 做一些隔正跟補強 我必須還是要在這邊說 山頂沒有地下室 它是有一些機角的一個結構 這個從這個黃思琨老師的這個 報告上面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移植之後 能有一個隔正補強的一個措施 也就是說它的隔正層的下方 會有一個基礎地樑 上方的部分的話 是一個轉換樑的一個方式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這樣是可能要多花一千萬 可是它的好處是在於說 如果以後交通可行的時候 其實山頂倉庫其實是可以 移到原來的位置上面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是市政府在這裡面 對於山頂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措施 我們不是不尊重 我們是想辦法去綁著 它的一個可能性跟在意用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談到回覆 所謂北門的價值再是一定 從張圖可以看得到 北門其實長久以來 新末以來就是往北的這個 南北向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北門 它是城內道這個 城內道那個大道城 是最重要的一個道路 下一頁 所以我們在建構整個北門精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希望把它當作珍寶一樣 請把它按到 按照 我們希望這樣子 南北向的歷史路線 能夠被彰顯 為什麼說這個重要 就是其他的方案可以看得到 其實 我再會說 這個 寶寶上面看得到 南北向的中 所有的照片 都是進到前面最重要的地方 那當然 但有很多的史詞基本上 還有寶寶很飛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現在這樣圍框 把廣場做出來 那我必須還是要強調 在我們的一個 未來的想像裡面 這個廣場不會做 任何假的 共同城或者是物城 基本上 只要用地景的方式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 正在穩多做一個挖掘的部分 就是把共同城的位置 看是否能不能找出來,所以我們下一個月 所以我們利用策略的一個老照片下一個月 去找到了第三個點,我們也委託了一個專業的考古顧問公司 去挖了這三個點位,其實目的是要把那個位子點出來 那也在四月的時候,有一個發覺的一個結果 跟各位報告一下,P1基本上是沒有,P3的部分 P3的這個部分,當然是有一些這個老牆牆的部分 最重要是P2的這個點位,它其實發現了清淨的這個地平 還包括這個牆牆跟牆牆的一個步驟 那這部分我們會把整個的一個挖掘一個方案 最後一天到一天,我們會做訪問 那接下來我們是把這個點位的這個部分,做一個套組 這是我們通過的翻譯,可以看到大家的位子,下一頁 在下一頁,這是我們套各個不同的一方的下頁 那包括這個民團堅議這部分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紅色粉紅的地方,其實是土基地所的地方 三角形的地方是土基地所的地方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範圍其實都已經超過 這個在大溫的範圍上面,是不是要這樣做 其實我們想做的部分下頁 其實希望透過下頁,透過地景的方式 就是把這整個美女跟孟子的方式呈現出來 下頁,所以我們希望 其實我們認為 市政府提出來人家的方式可以滿足 各種綜合不同的一個結尾 這部分是我們想要做一個說明 好,非常謝謝中華局 那因為時間有限,那個交局各位五分鐘就講完了 因為我們要讓民間朋友來提案 交通決定接下來進行檢查 首先說明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從中校橋引到採取這件事 我們在整個西區門戶計畫 就不是以交通量為重要的調量 來做這個決策 不然之前市府就不會 決定中校橋引到採取這件事 在中校橋引到採取這件事 本身已經讓這個地方的交通貢獻 其實是已經上訴、減訴的一個情況下 可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實際上這個地方車流量還是很差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從中校橋引到採取以來 現實的數據還有現實的照片 就如這上面的圖所知 我們也能看到從我們一度觀察到現在4月 其實在現在當地的車流量 其實在現在當地的車流量 已經會過到太小前的99.6% 也就是說雖然降速了 可是這個地方車流量 可是沒有減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現實是我們認為說 這件事情避免是積極被處理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安全的原因 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地方現在其實 它本身是一個易造勢的一個情況 而且一方之造勢的時候 這邊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先來看 其實我們有根據這邊案例做個收集 一個是3月19號 它其實是假日的一個禮封時段 它發生的一件事故 事故本身12分鐘排除 可是這裡回阻了31分鐘 31分鐘 而且回阻的長度是 從事故發生的一路回阻 到溫度口氣150公尺 這個是當天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們再看 當事故發生在監工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3月24號的溫暇 我們可以看到 這也是發生的一件事故 減少了一個車道 跟剛剛的案例一樣 都是 現場減少了一個車道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事故本身15分鐘排除 可是事件回 造成在地的回復 恢復了55分鐘 在這55分鐘之內 其實它是一路回復到中山點路 這個 然後另外一口是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場的 一個現狀是 這種情況 也就是 我們實際可以了解說 這個地方 現況小的車道 所以在地 對整個台北和山的影響 是有多大 那接下來還是 政府是有花之間 我們繼續 很誠實的 告訴各位 從影道開除之後 這個地方的 在現況的暫時性入行下 我們可以看到 很現實的數字 就是這樣子 其實在北門 手邊 缺點跟經典的一個同情比較 他的事故 成長了4.3倍 然後貼在這4.3倍 其實本身是因為現在暫時性入行 他本身是一個多礁織的一個入口 然後他 而且他的一個轉彎半徑幣不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必須 必須要花費很多的人力跟很多的警力在這邊維持 可是還是很難避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實際上我們也統計 每天 遺交跟警察在這邊 從影道開除後 為了維持交通順暢 每天必須要派出三十五檔 42人次 每天在這 很辛苦的來維持一個交通人的順暢 然後也一直在前面 無論就 就交通的一個 交通量的一個 情況 以及當地的一個事故的情形 我們都認為說 這個是必須要立即來被處理的 然後 可在處理的空間 其實在那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緊迫的 我們可以看到 北門跟單前他的 地理 位置的一個關係 其實他周間 直線距離只有 13公尺 很做運用 所以在這個13公尺之中 我們 過程中也討論了十幾個方案 就是想辦法 可以在這邊 監護到現況 監護到 兩個 監護之間的關係 以及 監護到未來 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講什麼樣子 去做什麼 方案 然後 經過這次討論了 我之後也修練了 成為的三個方案 就是 在 獨自計畫裡面的 提案 然後 以下文字會討論的 提案 還有文字團體的 提案 在不同的提案中 我們交通局也都有 信心分析 這一個當然是 在 車道的一個需求的 一個 前提的討論之下 以及最重要的是 我們 骨盒內政府 另一方的 市區道路 及路主 或可能的 確定規範來做討論 好 我再講一個兩個 我今天討論兩個方案 所以其實我很簡單的講說 其實在市府的方案裡面 三井是被移動的 可是三井它從一個轉彎段 它是被移到直線段的 其實它能解決到 現在 這個事故的一個問題 不過現在 其實在 三井它在轉彎段 而且距離只有一公尺的情況 但它本身是 高風險 有一個情況 所以 這樣呢 提到直線段 其實這邊有個地下地出入口 它可以很容易的一個接近 然後這邊整個人形空間 也可以打開 然後南邊的北門 人形空間也是可以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串連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方案在整體的環境 是好的 然後接下來是 文字團體的方案 這上面是文字團體提出來的 一個示意圖的方案 可是從我剛剛所說的 某西藏內政務定班的標準 重新 以它的現行檢討 或實際上 的情況是這樣子的 其實高度它是會侵入到 北門古蹟的一個病酌範圍 而且 北門它的空間其實是不完整的 然後在南側的部分 就是 在沿坪南路跟國外路 它其實在這邊的會有 沒有做的空間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方案雖然都已經在本地了 可是無論就 北門就山頸 其實它都是頸道路 反而是不安全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所以最後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狀況比較重要 就是請大家參與 其實就 我們如果就山頸北門的一個 可靈性跟安全性來看 我們都認為說 市府原本的體驗是相對比較好的 好謝謝交通局 那我們這個市府這邊大概用了37分鐘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請 明天的體驗人 先講 我把麥克風 好在這邊有麥克風 林葵廟 林葵廟女士先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有邀請到 周盛琴老師 要來會交通 做一些問題 但因為他要先走 所以我先把麥克風 然後 好 不好意思 不會 不會是我們那個 千里步道協會 執行長 謝謝主席 因為年輕朋友來找我的時候 我跟他們說 其實 台北市交局有非常非常多 以人為本的 那個交通的市政部會 可以來邀請 那他們說呢 因為 我們的交通市政部會都已經變成 公正第三方 都會出席了 所以 我做了一個 林鮮團體 這樣的一個背景的 也不能叫長輩 他們也長輩了 所以我就 用農詞來 出席這個會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優質的 聽證會 從剛剛市府的幾個初次 談到 綠帶延續性 生態博物感 的概念 或者城市文化 地景來自於 史基帶的一個建構 我覺得都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接入 這在其他的縣市 我想是 很難 從那麼高的一個位階來看 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今天這個會議 應該是取得 最大的 共平 而不是 做出取捨 或者對立 那我仔細看過了 所有的簡報檔 我覺得 交通局提出的方案 所謂的方案 二 基本上我都贊成 而且我覺得 比 年輕部門 提出來的方案 更成熟 尤其是在他的 這個 藍色 他保留了更大的 這個空間 來做這個 棄地的 包括步行空間的 完整性 唯一有一個地方呢 我覺得 要考慮的就是 其實講到最後 為什麼要今天有這個會議呢 三井為什麼要移動 唯一的原因就是 目前提出來的是 北側有雙向的四線道的規劃 那如果北側的雙向四線道 他不是一個 非要這樣做不可 而是可以再重新考慮的話 我提出來的一個共享 也待會舊教授的 市政部門跟 宇慧的會議 如果他可以縮減為六個車道 甚至五個車道的話 西向 我們也看到 中東區的數字 這個塵峰呢 往西 跟這個 恢風往西 都會比往東來的 流量稍少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 讓他的車道稍微 減少一點 那也許大家沒有問說 為什麼 剛剛科大也說 不可能減少 那這就回到 所謂的人本交通了 好不容易 我們的北人重現 那我們要給市民的是一個 剛剛講的那麼多價值的 一個呈現的替代 如果我們真的要落實人本交通 我覺得不只是在 在他的南側 有更大的空間 來做這些土木園形的 或者這個漆地的空間 在北側 我們也應該留下 更多的這個 偷襲的 綠帶 光耗人形的步道 跟自行車道 所以 接下來我想這些單位 專家部門都可以討論 怎麼樣減少這個車流 讓大家都知道 這個道路的這個 這個道路的空間 永遠是沒有辦法 滿足車流 剛剛講的這些交通的事務要影響多少的回流 多少時間來 來解除狀況 是現在這個北門的狀況 的確非常的混亂 所以需要 非常多人力 那如果我們的車道可以撿到六個車道 是不是有五個車道 我說 南北上東西下廊喝起來 那其實人力就會撿低 那這些車怎麼做呢 剛剛講到說 東往西 公車車載用道是兩個公車載用道 那其實公車載用道只要保留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私家 就是一般的 而且這個地上應該是 汽車車是不能進入的 那個機車是過去都不能進入這個區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保留一個公共運輸的 公車車載用道 那小汽車我們也保留 一到兩個車道 我想這已經非常足夠了 讓所有的駕駛者 譬如說這個穿越行的 它可以在 包括說這個中山北路這一端就可以做分流 或者在重新南路這一端 或者中華路這一端可以做分流 穿越行的車要一旦減少 自己的油量就會降低 那這個車道就會減低 如果我們可以從八個車 南北 八個車道減到六個車道 我想三幾年就不用移動了 我必須要說一下 就是年輕朋友 我們願意選擇一個 人夜稀少困難的南路 雖然三井剛剛說它還不是 它還不是古蹟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保留 這些歷史堅固 它永遠都不會成為古蹟 在我們的台北市 這樣的一個繁華的城市 一個 我們講究文化的首屋 我覺得為一個 這樣的一個 還不成為古蹟 但它已經是夜市堅固 我們為它留下一席 一席 角落 讓它在原地保留它的場所精神 車子是會 流動的 所以我提了書面 車子是會流動的 道路 是可以做管理的 但是 歷史堅務 如果我們走車很 奇異的就覺得它是可以被移動 可以被遷來遷去 我想 這也是我們對 這個文化 是 就是懷抱一個 智商的一個尊敬 跟一個價值 所以也請大家可以來考慮 是不是我們 趁這個機會讓 台北的交通更綠一點 讓我們的 減探更 劇體一點 那如果這個 北輪廣場 可以真的 車流量 降低 那去到那裡 你才有可能 呼吸到更好的東西 更有 欲 欣賞我們的這個 珍貴的時機 以上謝謝 謝謝高老師的一件 有關那個車流能不能 從八線到 九個六線到 甚至五線到 要請交通局 等一下在交通的 一體討論的時候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也請各位 與會的交通專家 可以給我們一些相關的 建議 那下面 繼續 不好意思 好 各位 朋友大家好 我是 長舊北北山的 成員林奎妙 那等一下 我的簡報會有 我和另外一位 台北文字環境守護聯盟 我們的一兩規 一起來做 闡述 好 那 首先我們的命名是叫做 看到視野與挑戰 今天不太想要講丟臉 而是說我們應該要把它放點未來 我們現在在面對一個 面對的問題 這一陣子的紛擾到底在反應什麼 下一頁 那我會就幾點來跟大家做說明 下一頁 好 這是一張 單景倉庫在 單景物產出生會的 1900年 在港邊接的 照片 但 今天大概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他在1900年 跟他在 1913年 左右呢 他其實是有過一次 遷席 那他的本店 大家可以看到 在那個 帽子會有光碧嗎 這張照片有一點物質 這個其實是在 三井對 就是在 台北火車站前的另外兩位 非常重要的建築 那三井的第二代辦公室 其實是在對面 那麼 根據 視聚老師的研究呢 其實是推測說 三井可能 在那個時候移動的時候 他同時 因為他在這個 港邊接的時候 他是有倉庫跟辦公室的 那麼他第二次發生移動的時候呢 很可能是把 他的 辦公室設在台北火車站前 設在房間地段 那麼他可能在這個北門外 留下來移動倉庫 下一頁 那麼在1922年的時候 他是 他是發生了另外一次的遷席 然後就是遷到我們現在的 台灣國務館前面 這個大概讓大家知道一下背景 下一頁 那但是我今天 我今天正想要談的 其實是在說 三井大概不想要單動的來討論他 而是在說 今天因為宗少橋 你只要拆除後 露出了這個珍貴的地景 有什麼樣子的價格 那這張圖大家 一大非常熟悉 可以看到北門在這裡 那這個是三井商庫 手有點抖 然後 我們知道說我們的 市政府這邊提出方案的 那個廣場 其實是非常想強調 所謂 北門跟城內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廣場 大概是會連接到 我們的 台北郵局跟那個 北門廣場 但是我們覺得北門的 意義可能 不是只有城內城外 下一頁 好 這個是更完整的地圖 那紅色的大概都是一些文字的據點 或是說 我們夥伴也這樣細心的列出了一些寶貝 那麼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城 之所以設置在這邊 他其實是連接了 達岛城跟 蒙甲這兩個 其實在歷史上 非常好的街區 所以我們會想要說 這個地景的重現呢 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是非常有趣 它是承接了 大稻城 由 北開始慢慢發展到南邊 然後在這邊留下了一個 後來就是 有一起來在這邊蓋的 機器局 然後 日本人也在這邊 接收了機器局的設施之後 變成了 所謂的鐵道路 下一點 那這次我把它稍微列出了一些 時間的列表 所以我們把它命名為 叫做北門周邊 現代化歷史 地貌是在說 一個地方其實是台灣在經驗 現代化 所謂有西方海的現代化 一個蠻重要的發生的地點 比如說 我們看到 過去在 深井倉庫會怎麼設置在這邊 因為 1860年代 就是 開港 我們的淡水河 其實有非常多的洋商 所以他一來的時候 選擇他的商業地點 也就依附著我們的淡水河的航運 所以設置在 大稻城旁邊 那麼後來呢 這個 這個這個年代其實是清朝的故事喔 就是 說這邊有很多洋行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 從1883年落成之後呢 其實 劉宜船很快就在外面 蓋了機器 機器局 我怕有暴力子寫錯了 那這大概在1887年左右的事情 那後來到日本時代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日本人把塵場拆掉了 變成了北三線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故事 但是 除此之外呢 我剛剛有說到 其實這個機器局的 有些設施跟這個土地 其實就被用來作為發展鐵道的 一個很重要的辦公 跟修理維修火車的中心 對那 不好意思再上一頁 對 那麼你也可以看到說 其實台北郵局 這個是放的是1930年 第二代的台北郵局 就是反應了我們的城市 其實是從航運 河邊 然後有鐵道設施之後 有些商業的距離就開始起動到我們現在看到的台北火車站 好 這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好 下一點 那麼我們想要談的是說 在這個證取過程中 我們其實對於歷史是有一些 觀點 然後這個觀點 可能也是正在 發生中的 一個是說 我們想要談 剛剛的那一張圖上面呢 雖然空間上我們好像是在談這個城市怎麼現代化 可是因為我們透過三井故事的挖掘 其實是 發現到像是三井這樣一個 大開發 他 一方面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他好像是帶來城市的某種進步 但同時他的進步的原因 可能也付出了 比如說 他因為當時跟總督府是 非常密切的夥伴關係 所以其實總督府是 就是 就是他 他提供的鼓勵去鎮壓了我們大報社的原住民 然後把原住民養好了之後 把土地交給三井 經營他的事業 那麼像這樣子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另外一面的犧牲呢 其實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現代化的地景可以來查數 因為運來不是只有三井 我們看鐵道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鐵道好像帶來了新的生活的方式 但是同時 日本人來的時候也是運用鐵道去鎮壓很多的反抗 就是反抗勢力 對我覺得這樣的故事其實在空間裡面有一些 在空間以外的 其實是跟這空間一起聯動的 我們希望可以 朝這個方向來露出他的價值 那第二點呢 我們想要說歷史的驟變 變成並存 比如說這個地方經歷過這麼多的朝代 每個政權對於他都有想像 但是呢 可以看到說我們日本人來的時候把城牆拆掉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可是同時 這個變化並沒有改變 台北城一直都是政治 經濟中心這件事情 當清朝 的時候把城蓋起來的 那日本人來說 變成馬路 但是他同樣是在裡面 就是 打造了很多 那這個總督府到現在是我的總統府 其實我們要講說這個歷史到現在 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影響 所以 這是我們第二個想要提出的觀點 那第三個呢 是說 其實文字的 在保存上面 在文字的保存上 好像也漸漸的從 一棟一棟重要的歷史建築 或 古蹟慢慢的已經進化到說 有區域保存 全區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的鐵道部 其實他是歷經了好幾年 慢慢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全區的古蹟 那麼我們的台北警察 也是在這兩年 本來也是從 幾棟建築 後來變成全區 那這個變化 其實是重要 我認為是我們的文字 已經考量到說 怎麼樣保住最多 而不是 一兩棟去講故事 才可以更完整的 呈現那個歷史的功能 但是我們 在爭取的過程中 想要 我們就能夠發掘出 這兩個價值 好那下一頁 那麼呢 這個重要的價值 現在就遇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宏觀一點來看說 我們現在在面對一個 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可以從這一張圖 這個時間 我們大概從1989年 拉到了現在 那麼上半部 是我們 整理出來 一些些 我根據 豬發局的資料 整理出來 就是 曾經在這個空間裡面 發生了一些 關於 都市計劃的 一些想像 對那下面是 歷年的 這個地方的文字 如何被漸漸的 被指定 確認出它的歷史價值 那麼這兩件事情 這兩個上下的走線 其實是想要呈現說 我們覺得在2007年 這個北的地區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動 就是我們的鐵道庫 跟我們親戴的機器 被確認下來 它的歷史價值 跟文化價值 那麼 可是 可能在 相對應的空間裡面 就是空間政策 好像有一點 停留在2006年 再 我們下看 另外要提出 就是說 事實上 在國化政策 文化 文化價值的部分 我們 在20年前跟 10年前 其實都各自有提出 一份 關於這個所謂 首都核心區的 歷史保證 的概念 對那 剛好今年 應該要邁入 下一個第10年 在2016年 我就覺得 我們好像應該 來想想 該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 下一頁 好 這個是剛剛講的1989年 就是早期的 對於所謂西區門戶的 一個雛形 下一頁 那麼 這個是1993年 左右的雛形 那麼可以看到 當時畫了一些圖 比如說北門在這個地方 那麼馬路都是直的 也就是說當時北門 大概就是被孤立的 放在馬路中間 但是沒有 並沒有廣場的想像 然後這個很好玩 就是說 以前 這個是我們鐵道鋪後面 就是 其實本來有一個 好像長得 很像地火大橋的大樓 但是因為呢 那一頓就是鐵道鋪關 是被指定之後 好像開始大家有覺得 其實這裏是有 我們之價值的 所以就把這一個樓 後來他 覺得說不要蓋在這裏 把它取消 於是這個樓後來 就移到旁邊 成為現在的雙子星 好 這是一個歷史上面的 蠻有趣的 一個變動 下一頁 好 這是剛剛提到的 那在1993年的計劃裡面 一樣就是北門 其實是 糟糟糟糟糟 在這裏 對好 下一頁 但是到了2006年的時候呢 就是剛剛講到空間的政策 其實對我一直是有一些回應的 在2006年的時候 包括北門 多少少拆掉之後 北門的廣場就浮現了 那這個浮現我們認為當然也是 在想像說北門 要如何更完整 但是 再下一頁 那就回來說 2015年 應該是根據2006年的想像 來做一些規劃 再下一頁 好 但回到這張圖 那就有趣是說 在2007年 整個鐵道路的價值 是 是被 被 被 被肯定了 但是在空間的 相對的計劃上面 其實是 比較沒有看到 他的價值 跟 如何跟本的 做一個連結 好 下一頁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謝謝 好 那 我覺得 剛剛的那個闡述是想說 一來 一開始 周深星老師其實是講的交通 有沒有別種想像的可能 然後我們也在提出說 我們的空間政策要如何回應 紋私的變化 好像在這幾年是 有一點比較 沒有沒有 對找到他的新的看法 那麼 我就會覺得說在 我就會覺得說 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還下來重新來思考說 這麼珍貴的一個定景 有沒有可能 譬如說 雖然他在以前的指定過程 就好像已經有一點界定他 他可能 也許可以被 但是 我覺得時代進步了 從2006年到現在 又過了10年 我們到底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爭議 讓我們平下來面對 就是 剛剛 是周老師講的 如何 讓我們彼此 可以一起協作 讓這個地方的價值 可以更完整的被突顯 那麼 在因為 所以我們其實又希望說 不要那麼 通俗的 做出決策 不過我們剛剛也聽到 交通人對於 現況 這個交通是有壓力的 因為可以看到 現況的目前是 破碎的 那麼所以 跟針對這一點 我們其實也用我們的交通方案 想要來提出一個回應 就是說 我認為我們的交通方案 有可能 讓 這一件事情 重新 獲得被面對 跟討論的 機會 那麼 等一下會請夥伴來談 那 比較希望大家 要先說 我們的方案跟 剛剛 交通舉辦的那個方案 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那個不一樣 我覺得也許 等一下可以進入交通 公正點的時候 再來 細談 或是邀請大家來 想像 我們希望呢 是可以 用時間換取空間 就是 讓這個地方的交通 規定下來之後 我們重新來面對 地址地址 應該要如何 被打造 包括交通的 包括都市計劃的進場 那麼 接下來這個部分 我就交給下一個夥伴 來說明 好 那接下來 必須說 交通的部分 就從剛剛我們 所提到的 其實我們用的這個 西區門戶計劃 西區門戶計劃 地區 它是一個 很多不斷無線的議題 包含 整個 空間的 直徑的轉變 那像我們現在看到 就 這個地方 它其實現在 總共有 乾淨上座的問題 跟 我們正在進行的一個 所謂的 草物 這樣子 都現在有很無線的議題 那我們也會說 其實在現在 還有出版 這麼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可以 提出一個 作為搞成 能請的一個 暫時性的 替代方案的話 我們可以讓一些 現在不見的議題 有更多 也會充分討論的議題 好那第一個 我們要請的提供 我們這個發音 甚至的基礎 它其實以現在的 實錄所為之 我們也感見 尤其是 可能是普團隊 而且是教東局 就是信證 可能中下小的開局之後 為了要處理 很複雜的 風格問題 所以喜歡很多的東西 例如做 教育局的同仁們 跟中文局的同仁 做很多話 一些 路行的一些 微調 往北門廣南邊 校園往南邊修裂 然後他可以做出 一些測道的空間 那我們認為說 尤其如果 在 目前的 我們中下的紀錄 都是這樣的測道 他如果他的特殊 詳細符合 將會算什麼的話 我們覺得他其實可以作為一個 緩衝的 替代性的可能 我們因為我們 請 好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就是目前整個北門 周邊 立續他一個 一直不停的狀況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 他目前為什麼會這麼 重複雜 一個很大的因素 其實是因為 我們看到國外路 還有中華路 他整個南北向交通 他其實相當的 因為他現在 國外路可以 直通連平北路 然後中華路可以 特別直通連平北路 跟塔登街 所以他其實 目前到我們這邊交通 一個很混亂的情境 其實很大的因素 是因為 我們的南北的 動線太混亂了 這個辦法 因為這間 要處理一間南北都 成問題到 這個中藥西路 他的 東區這樣子 車道 被切割了很多 離粹的單元 他的 到負責號這個時候 他的容量 有容量不足的 我們的方案其實就是在 維持一個 中藥西路的東西向車道 維持一個 臨時路行的情況下 我們把南北 南北向車道 把它做一個簡化 這部分其實跟車主的方案 概念是一樣的 也就是未來國外路 他只能 他只能 中轉中藥西路 然後 平常路只能從中華路進來 然後未來他就從一個 南北向中藥西 當村的 一個環境 放下 那 這樣這個方案 我們提出來 我們就希望說 一來 現在目前這邊的這個 佳米倉庫的整理 他要包含 整個交發廣場的 敏感的 採訊問題 我們這個方案 因為他自己 零食的 問題出 所以我們有 我們可以用這個 充電 讓這些問題 可以好好的 討論 那另外就是 等一下會討論到的是 我們這個方案 其他因為 價格為提現況 屬下 對於很多 還有 陰性的一些 一體 我們可以好好 做討論 所以他可以把 這個不同時期的 一些重要的 例子的元素 可以有更多 討論的機會 另外就是 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也很認同 交通局 現在其實有個 要從下一個 以大眾運輸 為提出 然後用的交通的 一個觀念 那我們看到 目前日期 在 中山線 充電的情況下 其實目前很多的 民眾 他們來到 我們這個北門廣場 觀光系都拉 中山線 捷運到北門廣 從北門廣出來之後 跨越 跨越這邊的 跨越這邊行團線 到北門廣場 那包含我們未來 我們的 機場捷運通知之後呢 我們可以一起 北門廣場的 北邊這兩個 其他國際 會成為 未來很重要的 一個人情 就是 人們 到北門廣場來 觀光遊戲的 一個重要的中線 所以我們認為休息 北邊這邊的人行 造成的一個改善 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特定 那我們這個方案 因為他北邊 其實還是一個 支線道的 一個旅度 那我們認為說 無論是對於未來的 北門 對於現在的北門廣場的 游客 或是對於未來的 地上捷運的 游客 其他都相對比較 強而游 有這樣的一個 道路的狀況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 其中的一些 文化 文化遺産結成 剛剛文化局的 我們前部 已經做過所明 那我們就 稍微跳過一下 好 我們這個方案的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剛剛也看到 文化局 有提到 是目前正在做的北門 夢城的考古計劃 包含這個 P1 P2跟P3 這幹個 刺絕點 那我們的方案的一個好處 其實只有P3 他 這個P3的這個刺絕點 他其實都會幹什麼 夢城的 推出了美 也那的確也挖 引發局道的 眼底下的移動 那其實有 過去我們知道說 以前的 夢城的 有一個 岩漿屬要的一個 夢城的一個 排列 那其實他之前在 日子期間 變成一個圓玩之後 他比如說被 先送到台北 賓館那邊當作一個 養品的機石 然後 被 幹後之後 送到28公園的 然後幹後之後才 因為 呃 當時才能夠叫 然後想包圍這個 北農總廠 那我們這個方案的一個有點 因為剛好這個 推敷的夢城的北界的地方 他其實在 這個叫發總廠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可以 通過這個 空間的 這個 一些地址的個性 已經會讓那個 人家主要的 被給他 盡量的遮到原子 然後我們也可以 重現過去的這個 所謂的北農街 尼泊外路 然後通過 通過北農 然後就 通過這個 與北農的走線 不對稱的這個 呃 出夢城的動線 我們可以讓這個地址的 這個動線完全的推進出來 下一步 這就是 我們看到 很重要的 我們看到很重要的一點是說 其實在 從青 從青草到 日本時代 很重要的轉型就是 日本人開除了 過去台北的撐牆 然後台北所謂的 幹線道路 以及 前路的改線 其實這 這些所謂的現在化的 地址各式的概念的行動 導致美本 它變成一個圓環 跟這樣子 現在化的重力 大道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認為說 這些地址的原處 也就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要如何去 蓋 某樣 半斤一百公尺內的範圍內 有這麼多的一些 從青草到日子 尖道戰後 各式不同的一些 重大的 物質設計 其他的一些 重要優秀的引入 要如何把這些 要如何在 這樣一個重要的廣場空間 把它展現出呢 好所以 在日子級的部分 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的 方案 北邊的部分 收緊到 又實現到 因為 南市的一個方案 然後這個廣場 可以往西北邊 稍微透過完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廣場 北邊廣場 以及寫道部廣場的空間 我們可以把這個寫道的元素 做一個充分的 讓北邊廣場 與寫道部 有一個 通過一項設計的方式 它可以把它連結起來 這一場北邊廣場 與寫道部 直接通過起 就是這樣的一個 革命區 這樣的連結 連結性 那我們看到說 其實 那我們認同 北邊 他 其實在 清少時期北邊的重要性 他自治時期 做了這樣 感受之後 這樣的一個 現在化的 測試概念之後 其實北邊 他會提起 圓環的自治 很久的 他一直到 一直到幹後期 其實都在做 這樣的一個 圓環環的狀態 他發生後來 進入了一個 你公路也有大公路之前 然後我也要 要 潛入跟公路的 車輛可以分流 所以開始 建設所謂的北邊高壓橋 要求北邊的隔離 那其實這些都會反對 我們臺北地域的不斷行進 覺得 不同區域的狀況 然後不斷距離 真的弱領 所以其實 上後部分 我們剛好有一個 有提到 是上一張的 在北邊緣環 在 或是有從臺北地域 所謂的 第一批 第一批 所經驟的天橋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我們的第一個方案 其實他會過 他的 出地空間的 一個擴大 其他的很多元素 可以在這個 網站上做呈現 那接下來我們 回到 目前的合併版的方案 就是我們提出的一些 一個是我們看到的是 剛剛前面期間很重要的 一個觀念是說 這就是北邊廣場 未來這邊 我們以大眾藝術 為主的一個 人們交換的 首先我們看到是從 北門站 跨越 八千道道的 北門廣場 以及從未來的 雙子星的季節 從今天 到廣場 就我們知道 其實叫江湖 江湖部的那個 這個 呃 就是 人生到各自的位格 裡面 其實他有提到說 我們 我們行程的 運動的速度 如果我 反覆的話 是 呃 每秒鐘 1.75公尺 那如果 幾步的話 每秒鐘 1.25公尺 那平均起來 相當於 每秒鐘 1公尺 所以我們可以 強調一下 如果來我這邊 310公尺 然後 810道的 範圍的話 其實 呃 中廣場 就行程 更符合 或者是 交通的一個完美 好 下一個 那另外 其實 江湖部的部分 現在目前的 江湖局的臨時路行 不過目前其實還沒有完全到位 因為北輪這邊還有一個 一線道的還沒有開放 那局限或者是 目前其實現在 如果穿通過的 很多人都是第一版 那我可以看到 其實 林基督行各地版 它的線平坦 無論是中廣場或是 中校西路的南北 北方廣場的南北特輯 它的業縁都是蠻大的 那其實目前 因為高降調教徒以後 到現在 聽了很多 因為一些 這樣多神的條件 能搞成了很適合的 交通黑暗期 那我認為說 情況比較 情況比較 情況的目的 比較急的結局 與這個交通的問題 的話 其實我們認為 它的變動應該 盡量越小越好 所以我們提出 這樣 林基督行為 基礎調整的 所謂的文件方案 那在 合體版的危險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青套主席的 這個 印象部分 這個因為北輪的 共存範圍 有一半的部分 在道路上面 當然這個 林剛球道 這個Walken出城口 在道路的整個用 那其實我們用 這樣的一個 特技 它其實反而無法 讓那個 過去進出城的東西 就可以能限 那 包含不符合的原始位置 因為它居僅在 我們的北邊的 這一庫的部分 所以也 像對比較 難 追求所謂的 第1次的原始 那當地區級的 就有看到 我們說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 最近的是 過去鐵道的一個 文區串聯的 廣場 及北邊鐵道部廣場 但在合體版部分 一樣 因為北邊 鐵道部 及鐵道部廣場 他們被發現到的傳略 一個導致 其實相對有什麼 比例是比較小 所以 他們之間 如果要 抽過立像測試的話 就給你進行 交我弱了一點 接下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提起 做一個簡單的方案 的比較 先聽一點 好 這部分 就是我們 因為 用現況來優化 所以他根據來說 完全都是教育 那 再提起一項部分 就是剛剛 一個是我們覺得 無論是在 期待的部分 其實我們保留人 領商收藥 這樣的一個 也可以 做在 做過程度 就在現場 然後 接下來有我們的 夥伴做一個 好 就是剛剛伙伴 其實已經講了 希望 如果要 這邊現在最緊急的是 所謂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麼 的方案 希望就是讓這個交通 先穩定下來 讓大家沒有那麼多 壓力的情況下 我們重新來面對 這個議題 那麼這是一張 我們最近去本民 附近走動拍的照片 其實可以很清楚看到 就是 我們的 對就是 其實這個大樓 屬於屬大概20層樓 不曉得他會往上改 應該不會吧 那這個大樓也很有趣 他在當時 宿地成交的時候 一坪是 1147萬的 定價 這蠻不可自已的 那其實這個是要說 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 北門後面的這個區域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觀光 和民館 其實是想要進來 就是在這邊 迎接觀光客 那麼所以我們也在問說 在我們的方案裡面 我們其實 想像的 要服務的對象 是從北門廣場 或是從 機場捷運出來的 一般的人 對那 這個廣場在這邊 其實我們 就在想說 那如果以後 其實觀光客都是 住在這裡 那這個廣場 好像 他服務的對象 是否是一般市民呢 還是他 他要服務於 哪一種人形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可以重新討論 因為我們知道在 這個沿平南路 往南的中山堂 其實他是一個 非常好的廣場 就是又沒有車流 但是那個老廠 其實使用率很低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這個地方 城中驅行的大部分 是商店 有關 對 那麼 可能到 其實到晚上 六七點 六點家都關門了 這樣 那好 那再講回來 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這過程中 也提出了一個 所謂 本門景觀的 文化提報案 那其實是很希望說 如果這是一個 重要的 歷史逼近 其實像這個 都市計畫要進來面對 其實台北 後面有 更新 這個對於我們 歷史意向的打造 是好還是不好 好像應該 要有 一個檢討 就是我們 包括說未來 其實台鐵 E1 E2 開發 還有我們雙子星 就是我們 很希望 可以再被重新討論的 這件事情 而這件事情 其實跟三井 留下來 不留下來 這是額外 就是要面對的 客廷 下一頁 好 那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去北門辦了很多活動 那 這一位 是我們遇到了一位 13歲的 年輕人 他正在努力的花三井 那因為 很少看太清楚 但其實是想跟大家說 我們其實現在 正在 決定 就是下一代 他 未來可以看到 什麼樣的歷史 所以很希望 這件事情 可以讓大家 停下來 思考 是不是要 造成一個 不可定的 結果 還是說 我們可以 真的認真地來重新面對 如何讓這個地景可以 面面遇到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歷史家 他不會因為 要我們 突顯另外一個歷史家 而被犧牲 那麼 再講回來 就是說 其實今天的公聽會 是很被重視的 那被重視的原因 除了說 這個案子 延燒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 當然也還有 兩天前發生 那個新北投 比較很爭議的 公聽會的案子 那麼 其實很希望 這樣的模式 未來 我們是很希望 可以跟 文資委員 或是 富士計畫委員 一起討論說 所謂的民眾參與 是不是 還要變成 是在旁聽行 然後隔著 一張雖然是透明 但是距離 卻是非常遙遠的 玻璃 來 來作為 一種民眾參與的方式 還是我們可以 用這一次的公聽會的經驗 往下來討論說 我們的城市 接下來一定會面對 非常多開發與保存的衝擊 那麼市民朋友可以 提早知道 跟提早進場 譬如說 像 西區門幕計畫 是一個公部門 自己提出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 其實 卻是由這個計劃 要來決定 公有建立 的蓄留 這對 文資保存來講 其實我們覺得會是一個 滿大的 共識 那接下來怎麼辦 如果這個東西 這樣子就決定 那以後是不是都可以 比照辦 這是我們很大的擔心 那當然 回落頭來 是希望說 不管三點 最後是那個決定 是 這個過程中被 激發出來的問題 應該要被看見 而且應該要被 用一個更 客觀的精致 來處理 面對 接下來的挑戰 那這是我們今天 整個完整的簡報 那麼也希望 接下來的 真點的 風防上面 如果有委員 其實願意再就 所謂民眾 才能夠討論的話 我們其實也很希望 第二場 第三場 公聽會可以繼續來討論 好 印象報告 謝謝 對啊 謝謝 我可以介紹幾位 委員已經到現場 蔡元良教授 也到現場 還有張學虎教授 張聖雄教授 李斌教授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 黃瑞茂教授 坐在角落裡 還有我們的公民參議委員 林美諾 女士 還有我們的 光顧林的 王立美 他是三井倉庫的 在地 還有我們建國里 許靖穎林 非常感謝 好 那接下來是不是 我們就進入 我們最重要的 這個 爭點 理心 好 那 那個 我會 盡量努力的把 剛剛雙方 所提到的 每一個 大家關心的點 靠門的 BNC 這邊做一個 有效的討論 那我先做一個 報告 就是說 剛剛討論的東西 有些是很欠合 關於 這兩個方案的 比較 以及 吸取魔物計劃 三井 這個區塊的 處理 那有一些是比較大的 包括 陸發舉的很長的報告在談 這個吸取魔物計劃的願景 以及剛剛民間團體在談的 包括後來提到 那個區塊 也有一些很多的 高樓 那這到底是不是 我們面對那個區塊的 一個 大方向的 的 的思考 這個部分 我不會留在 在今天工庭會的最後做處理 我們一開始 我們還是先會去處理這個區塊的文資的問題 尤其是 跟三井 相互 要先以與否 他帶來的文資上面的影響 先從這邊做開始 那 我盡量整理然後把 我有聽到的雙方有交集的部分拿出來一個個做討論 但如果我有漏掉什麼部分 都請雙方 盡量 提醒我 然後我們一個個做討論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我想先確認的是 剛剛彼此的簡報 有沒有任何在事實上 想要提出爭議的部分 就是包括你們歷史的交代 倡庫的定位 有沒有事實上想要爭議的部分 那個 是 麥克風 麥克風 定一下 好 謝謝 發展局做一下這個補充 因為剛剛 我們常在提到 P3的那個 P3的那個點位 基本上 是沒有挖到一次 它只是挖到一個 類似城產的石頭 這個P3是沒有 沒有 所以補充說說 那當然 還是要 還是要 所以 確認有挖到一基的 是P2的那個點 對不對 那但是剛剛 民團有提到的一個點 應該是在原本 旺城的東北角 你們認為那個會在廣場 好這個我等一下再討論 那我再確認一下 民團這邊有沒有任何事情要爭議的 所以 事實或程序上要爭議的部分 來這邊 請 要中間這個麥克風 請針對事實上的爭議喔 現在是先確認簡報的部分 簡報的部分有沒有對於事實有爭議的部分 簡報的部分 簡報有沒有 簡報的部分 請問 請問 剛才我報告說 就是 黃聖坡老師 調查的那個 時間 就是 你們報告的時候是報告一年 但是 我記得報告上面寫的是 他們到調查的時間是兩個月 知道這件事情 文化局還是 突然做一點回應 其實 這有假的 請問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大概他整個完成的時間 到1922月 才能完成 然後再經過 委員的討論 所以他整個時間上 並不是他做花團的時間 而且我沒有花桿他去 所以 這邊回到我剛剛那個 報告 就給我看一下 一個時辰上的 請大家看一下 他從99年的3月到99年 的9月 之間就已經發生了 然後 98年的3月到98年的9月之間就發生了 那發生了以後大概5年 去 請他來幫忙 那他在完成的時間 就差不多 12月 其實在這個之間 我們還有做過一些討論跟 了解 討論 整個送到 36一次的文職程會 是193月 所以在這一段的 期間裡面 其實從 我們看到了98年的9月結束以後 我們就 積極的在找 這樣的一個 市政 也請 相關的老師 我們也不可貴言 就是 感謝黃老師 因為這個報告 其實花了10萬塊 因為採購馬 所以請他幫忙 我們也要對大家報告 當時 野路紀元還沒有留意 我們還沒有從田律 去拿 這樣的話 大概先知大陸 就兩次 好 那這是相關說明 你們有針對這點要 就保留 或建議 做的任何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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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我確認一下 如果對雙方檢包事實 沒有正義的話 我先確認兩件程序上的事 抱歉 請說 麥克風 麥克風 遞一下給 給委員 對 委員的部分 是不是 遞一下麥克風 文化主席 文化主席來幫大家 謝謝 各位好 我 針對剛剛那個 普邦對月簡報用了一個概念 可維護性功法 一出爭議 那我覺得我們確實可以好好的理性來討論 是不是因為綜合各方面的考量 而需要 異例 重建 但是我想異例重建是比較精準的說法 那 可維護性功法我覺得有一點點誤導 有可能 因為其實 大家都在座都是個 都是比文字深的專家 應該也都不知道 為什麼文字寶塵裡面 其實盡可能的原體寶塵 因為確實知道 遷徙有它不可立的過程 其實各種條件 我們就只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它就是一個 異例重組的事情 就是針對這個用的 提出的 所以我確認一下老師的意思是說 這個遷移之後重建 它跟 原地 保存 對三井這個建築本身 會形成一些差別 它保存的完整性會不一樣 是這樣 我先不去談 它都不會折損的 那些都不是我要談 我只是要談不同的用詞 談的就是 不同的事情 好 對 吳強老師要提醒的是 建議我們等一下 不是用可回信工法來稱呼 而是說在 它就是一個 異例重組的 一個公司 因為其實 我們 我也都去參與過幾次的 討論 或是明天的工作方 那 其實前期十五 確實就是 異例重組 的概念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 好好地來談 是不是要一定重組 但是 要用有點 新奇的名字來討論 謝謝 可能就是用清楚的名稱 它的這個 這個爭議就是在談 到底要原定 或是異例重建 或異例重組 至於工法上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討論 跟林青 那可不可以再確認一下 雙方對兩邊簡報 事實性 詮釋或認知或判斷的 我們等一下就爭點的討論 事實性的部分 兩邊還好要做林青嗎 第一個是P3點位 這邊 有提出 經發有提出解釋 第二個是 簡報的部分 恐怕 就文化局的 這邊的理解 不是只有兩個月 可能是有一個 長期的這樣子的 討論跟互動 那再確認一下 還有沒有事實性的部分 要做林青 簡報 簡報的部分 這位 正好 簡報的部分 可以說明一下哪一塊 是 當中第一位 突發局 突發局的 不知道他 太你好 那個他說 我們建築物的話 就是 歷史建物的話 稍微移動一下 應該 就是移動一下 翻回來 沒有問題 問題 可是按照 土地歷史 建築 居若修復 或再利用 建築 管理土地使用 消防安全區 居立辦法 第三條 土地歷史 建築 建築 居若修復 或再利用 設計之土地 做建築 與當地土地使用 根據管制規定付付的 付付的 與 株式計劃區內 主管機關 則請求 土地歷史 建築及 聚落所在地之 株式計劃 主管機關 續行變更 非都市土地 部分 一區計劃 法規 規定辦 變更 編立 前項 歷史建築 及聚落修復 或再利用計劃 則先行 實施 所以 應該是說 按照這個法規 的話 應該 台北市的 圖管 條例 應該是修正為 那個歷史 歷史 建築 不是保存區 而不是說 一下就合 更有況說 剛剛您說的 就是說 我們盡可能 保存完整 我是很好奇 我覺得我們喜歡 土地性 你可不可以就說 你如果開了以後 你剩下多少 幾塊 百分之六十幾 還是百分之 不可能 百分之二十幾 二三十的話 是完整的 我覺得應該要成實面對 好 針對這個質疑 我們是不是請 首先他為了兩件事 一件事情是 三井施 歷史建築這個沒有質疑嗎 那只是說歷史建築到底是要 是不是一定要原地保存 還是可以一地重建 這個部分 你在法規上 你說了 你現在依舊這個法規 固管法 依舊這個固管法 第三條的話 應該是要變成保存區 不是說 你這樣施法 辦法說 一下沒有關係 好 我們先就這個部分 請不發 一句說 謝謝 吳管 如果是 要 在執法的 過程上 其實三井現在 目前的土地 是佔用 道律用 我先講事實 可是我不是要跟你談這件事情 是 因為基本上 他都是一個廣場用地 廣場用地 基本上 把他移到 他現在也是廣場用地 都是因為廣場用地 現在的位置也是 未來的位置 基本上他是 可以做處理的 他並不是一定要把他 劃成 歷史 及法律去 等等 所以基本上 對 這個問題 大概是 到底有 這個部分涉及法規的 勝利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 都市計劃的委員幫忙 沒有 我們主要 我們也有 設計法規 謝謝 沒關係 我們可以 尊重主持 好不好 他可以請教一下 可以請教一下 有願意 有不需要委員 願意幫忙 請教一下 講得好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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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請教一下 是 剛剛所見 華社 主持 法規 他這個限制在 因為這個是 按照文化 特朗法規 應該是 分手能修讀 然後到這個 剛剛講 這個 懷疑計劃 這個都是 非常 對這個計劃的訊息我們安在歷史建築的部分並沒有 而歷史建築它是曾經歷歷史的執筆 那這個部分目前的法律是曾經歷史 好 謝謝老師的說明 請問民團這邊還有進一步要爭執的嗎 這樣聽老師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歷史建築它被遷移是法規上榮順的 除非它被指定成奴階那才不能夠遷移 然後是 等一下先有要補充 有些東西就是說不是說你可以做 而是說盡量不要去做 然後按照補習法的話應該是說 就像剛剛那位先生的話是會提案說 把那個事物的人員都去上下文資的 因為譬如說你不是說那是道路法 而是說古蹟和歷史建築是優於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不是計畫法 所以你說什麼道路 對不起喔 讓路 然後消防法規或是什麼的話 就是以古蹟和歷史建築 應該是以那個為優先 好 謝謝沒關係 所以在事實的釐清上至少我們確定 現狀之下歷史建築是可以提供的 那古蹟才一定要原地保留 只是你現在提出的是下一步 我們待會可以討論的 就是到底我們要不要以它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 一樣是針對這個事實的部分 請老師謝謝 黃玉茂教授 主席大家好 那我想請問說那個 哪一個文資法哪一條寫到 必死建築是誰的 好 因為它文資法的精神 它其實是一個 不應該有戰術的 應該是一個價值的圈 全決定 因為它不怎麼法律 它是比較上位的法律 所以應該是一個 價值先肯定 我不曉得 在哪個法令裡面 它有說可以移動這件事 那一個文資法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 另外一條在講 它應該進行保存計畫 所以在這個保存計畫裡面 我們在後續去決定 它能夠以動作的事情 像他周邊 能夠有一個 什麼樣的特定法 所以這個事情 丟掉所有人 這真點 針對老師的負責徵點 現在是進去 進去終點 這問題應該很話題說 請問法規有哪一點說 歷史性建築物 我回問這個問題 這是很正常的問題 不過這不是我剛回答的問題 你需要回答的情況 你需要回答的情況 我想在 想法裡面 我們想找 找法令來看守移動它 對不對 那裡面它後面有一條寫到 進行有關保存計畫 比如說在保存計畫裡面 我們才會決定 它這個歷史建築 可以進行什麼樣的過去 作為 包括建築本身跟他周邊 周邊的環境 需要怎麼樣 能夠把這個歷史環境 重新做到 事實法規定 還有跟老師報告一下 那老師再來提到幾次 那我剛也是請去教 那我只把上面 只有那個陰性的規定 但是它保留了一點 彈性的空間主義 那我們事實上 有看到很多這樣的案例 包括現在 我也來過傳遞中心 傳遞中心裡面有好幾個 其實都是由宇蘭市提過去 那些我們都不管 那現在也做到很好的保存 維護 當時宜蘭這樣的一個 文化立線的地方 不堪有很多 事實上就是必須要 做一些定案的保存 那這個它還是一個法定上 它沒有寫絕對不絕對 那也跟老師再說一遍 我剛才把整個過程 流程整理傳達下面 就是說 其實在下面 其實在整個討論過程中 我必須從最原始的資料看到 當有提出來的時候 在98年3月文書委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經過9月一直到整個 黃老師的過程中 放不一樣的討論 其實這一棟的發展 跟如果他要簽到怎麼樣去做 這一棟本身的一個特會 很清楚的研究 那到100年的時候去指定的時候 其實在會中是有討論 當你未必認為會是 可以決定這件事 我了解你的意思 那麻煩下一頁再去談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文字法裡面 他七之一條的細則裡面 當然可以做不帶決議 就在說 我要跟你報告 那其實最重要的還是 黃夏明好 黃夏明好 好在這裡面 其實我們文化學是 去做一些理解 也類似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真正的保存幾毛 但是我可以說 以102年那個玉老師做的 裡面其實已經有在談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談的時候 呃 玉老師希望他 控靠現在的位置的內側 也就讓他保存的環境更好一點 就是以山景單動環境更好一點 周邊的再利用啊 景觀可以更配合 山景的再利用 他原始的那個版本 還不是在路邊上啊 他原始的版本還不是在路邊上 而後來經過大概這幾次的討論 才把他移回到路邊上 希望也接受了大概 北北山這樣的一個事實 他在北三線的重要性 所以把他移到中校西路上面 所以他整個過程其實 我覺得是有討論到 至於你說的保存計畫 我大概上次在12月的 跟一個對話 也有講過 其實有很多在台灣的案例裡面 包括今天獨發局做的一些事情 他接續文化這個 玉老師102年的研究之後 其實一直在做這樣的 他只是把他實現在 他整個都市計畫裡面 再去做一些說明的解釋 那如果真正在一個需求裡面 如果要重新再去提這個 是不是將就了那個名稱 而說我們其實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我也一直在理解你 在講的事情 我也希望以後的法規 非常明確 甚至就是說 這個保存計畫是什麼 很清楚 有辦法合適他的做法 甚至他的習得 讓我們可以遵取 不然後 我覺得102年已經有在探討 這樣的問題 甚至更早一點 有希望老師能夠理解 好 謝謝 那我就這個 好 是還有不同意見 不好意思 沒有 那第三個 不好意思 還是 直接到這裡講 是不是 那個 就是我們要前幾個 大概上個禮拜吧 我們有去聽 薛琴老師 那他開了那個 關於文字法 執法修正的一些說明會 那其實我們在其中 我們已經知道 就是說目前 痾 正在審就是 文字法 文字法穿法的能力法 那裡面就有提到 正在被熱烈討論的就是 關於歷史建築 歷史遷移是否要開法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這也是一個 這是基於就是 臺灣這多年來 那不斷歷史建築 因為 可以移 所以不斷被移動 然後導致很多 文化科學 破壞的問題 對 才會有這樣的討論 那我想 當現在這樣一個 時間點 那我們是否應該去思考 就是 未來我們是不是還要 就是繼續 讓歷史建築 可以移 對 那這當然這個是沒有答案的 只是我覺得 在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 這是可以去好好討論 分思考的 謝謝 好 那也麻煩了 黃老師 很簡短 謝謝剛剛前部局長的說明 聽起來 101年的會議討論還蠻重要的 因為那 開始正式的在討論 歷史建築的可能性 和必要性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有101會議的紀錄 相關討論 讓我們知道 有關的歷史建築 討論是怎麼樣 也請玉老師 謝謝 幫我們指教一下 好 那個 當時院長 也特別提到 我們當時在做那個規劃 廣場的規劃 當然是提到了 那個 那個 山景和 歷史建築 這件事情 但是 的確 那個 大概不太符合 那個 防人工具體 所謂的 保存計畫 所以我們當時 做了一個 空間規劃 並沒有做一個 保存的計畫 所以我也會拘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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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黛老師 謝謝 我想我是提供兩個點 希望這個 因為現在是針對事實 跟這個 爭頂的部分 再做成你這兩個點 第一點 剛才涉及到民主法裡面 一個歷史建築 可是 在法解釋上 縱使沒有畢所牽液的關係 但是 牽液是例外 還是原則 這個部分 是法解釋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不是今天文化局 或者是 或者是監督他在會說的就算 所以應該有文資的 中央主管機關說的就算 那如果今天是例外的情況 我希望這個主席可以把會議 列入針對 將來必要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跟 中央主管機關的 相關法解釋意見 第二點 剛才如果這個案子 在101年已經在討論 它是歷史建築的話 請問目前是道路用地 已經廣場用地 這個忽視計畫的 有個案編更 或者聚餐聯討 事案民國哪一年做什麼 那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核心事實 應該要列入本會討論交流 好 對於那個剛剛說的 那一方面呢 大概原則上不能移動 那它有一個討論 那它有一個討論 就是國家重大建設的時候 經過剛剛在這個 就是中央主管局的討論 大概是沒有運動 如果是不知的話 那歷史建築呢 當然沒有明顯 那尤其它可能 大概 最終的來講 它大概都算是 地方政府的事件 因為它沒有進入 中央的審議會的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照的話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講 正常的 每次交到這個 看 那樣本身是沒有進入 我們要進入 那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呢 第二件事情是 到底我們現在的山景 是在 動物用地 還是廣場用地 我想 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可以用管 當然就是要在 做最後確率的時候 如果我們移或不移 移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移到 合法的 出入教上面的 不要在道路上的用地 那不移的話呢 當出入教就要建坑 就是把 道路用地想到 建坑 成為適合的用地 或是出入教上面的分區上面 這個時代 處理態度 剛剛面臨的 土基 地屍聚落 等等這些 處理辦法 會去處理 所以在這上面呢 大概 大概是這樣 但是在公有的歷史建築上面呢 我們可能還有一條法例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土基管理維護辦法 那 土基管理維護辦法 土基管理維護辦法呢 大概 也都有很多說明的 管理維護的方式 那其中 對這個 最後呢 大概 我這樣忘記了 大概有這麼顯示的一句話 說 歷史建築呢 公有的歷史建築呢 和 私人接受公有 公 接受政府補助的歷史建築呢 四同 古基 大家記得有這麼一句話 那當然是希望 鼓勵呢 這個 公有的歷史建築呢 可以 盡量能 製造武器的方式呢 來處理 盡量 我等你講盡量 因為 上面沒有確定說 一定可以 可以 這個 公有歷史建築 是從武器 那這個 這次的武器呢 當然在武器的管理維護辦法裡面呢 幫助修 盡量說 按照這個 武器的管理呢 去管理的 大概這麼顯示了 還有 還有人要針對這點 就發言請 請 請到這邊 有很多 關係 好 發言聽過我準備的 那 現在 聽起來好像 已經是從 正點 就是 講到的40天到 直接接上 那 首先我先從 跟各位公務員 我們說很感謝 因為 就這半年以來 因為 影響一些 不好意思 我稍微打斷一下 那我是不是先解一下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要進入整個選擇上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剛剛講到這裡 現在的狀況是 法規上明確規定 古蹟不得遷移 在歷史建築上的事實是 目前沒有規定的非常的明確 有一些彈性 那當然 也有提到中央可能有在檢討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剛剛明委員有提到的 我們在文基益管理委護辦法裡頭 有提到歷史建物 可以盡量去思考 公有歷史建物 可以盡量去思考 用古蹟的方式去處理 但是法規上是保留這個彈性的 那同時 玉老師有提出 就是 我們現在到底算不算做了保存計畫 還是只做了空間規劃 這件事情我們也要重新思考 因為就算是歷史建物法規上 也要求要有保存計畫 那大概目前 事實上 在歷史建物這件事 我們整理的這兩個部分 以及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目前的用地可能不符合 但因為我們已經要通過新的組織計畫 所以可能暫時 不是一個現在需要討論的問題 因為未來會 依區符合的狀況去做調整 目前到這邊 那請 謝謝 剛才的感謝老闆 然後 不好意思 抱歉 是 身為一個臺北市民 30多年 那 從年輕人的時候 當然在各位面前講 有點奇怪 就是 我開始關注到我媽資產 然後這世紀年來 一直看到 各位 不只是民間 然後怪貌 對於土地或歷史建築的重視 與日俱增 然後 至於今天我們 好像看似是為了一個歷史建築 只不過是台北的一兩百個 其中一個已經關聯出來 所有的公聽會 說明會 工作坊 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我個人其實是相當的感動 然後也覺得非常的榮幸 身為一個台北市民 看到一個城市文化素養的進步 好 那我們來談山景 其實當然是可以從所謂的 宗教西路 或是所謂西區門戶 那甚至我們看到 什麼更大的台北市 或是整個台灣 作為一個 在歷史長者中 所有的朝代 所有的不同的民族 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故事 我們可以看到 許多都留下來的 僅存的文化資產 他們都是可以 重點外線到面具 串聯成為完整的故事 包括現在都已經在 妥占的代理 又包括 華山的 我們俗稱叫做 洪專六合院 還有柏林土地 工廠跟專賣局 其實這都是在一整個 殖民經濟跟產業鏈的 不管是大是小 是個商區 是個工廠 他們每一個 物局所存在的 在那個聽聞點 他都有一個自己的 故事跟 跟他自己的一個背景 那我們是希望 這個套運區之前 李翔哥老師講過了 我們現在都已經是在 歷史的 那一條長河的 快到出海口的 下游 已經在哪個山 在那邊 盡可能的監選 還能夠剩下什麼 我們盡我們所能去 留下越多越好 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結果 有一些 有一些照片很快的看 剛剛 剛才上一張 就是 上一張 站在山頂康復 一條 感謝林立委員 去跟我們打解 這樣的議題 這就在他那個 三個 狗圈的長道下 現在看到台北有學 再下一張 就在他那個 三個狗圈 包括 齊頭的兩側 國公五公 現在看到北人 再下一張 那這個是 1945年的時候 美軍空道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他們的 都市計畫的構想 很明確 在一個圓環之上 那我們相對位置 大家應該也都很熟悉 有一個屋頂 是山頂座 他的兩邊 其實是整個區塊 從日本的時代 他又去多多的領區 或者說親朋好友 現在都已經 都聚往裡了 實際上 他是一個 在這一個區塊 可以證實 他曾經有過 這樣的發展脈 那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個是鐵道 這個是拆除城牆 之後的總共十一路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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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一張 接近戰爭 末期的一張照片 還有這張看不到的 站景震動 我們今天看到 火車通過鐵道部前面的時候 包括 現在彩虹館 正在整修鐵道部 我們會去強調 為什麼它整個 這樣的建築樣 是 其實跟它所在的那個位置 它包括前面是一個 火車會經過 然後還是一個 城牆改的馬路的這樣的關係 造成它的建築型態 再下一張 那這個是從西邊 望向中邊 我們看到北門 在這邊 山林倉庫在這邊 然後郵局已經跟建了 它曾經是這樣的一個歷史關係 那關係這件事情是 我在大業的時候 遇到新海市 找我非常重要的一個 觀看空間的一個 非常必要的觀念 我們不是只看 單點活動 我們不是只看 人或只看空間 而是要看 人與空間的關係 空間與環境的關係 建築與整個 大環境的關係 下一張 所以為什麼 山林倉庫會長成這個樣子 它不像大到城 本道爾的電屋這麼長 不像城內 日本人的電屋 前面是商店 後面是住宅的型態 它就是一個倉庫 然後前面一個三場 半圓形的 因為它前面是它的地面 有棋樓 這個計畫規定的 但是它後面 同樣它也是一張點 因為火車會從這邊經過 被人棋路 所以它同樣 擔心這個Logo 搭配了氣窗 出現了這樣的建築型態 當然 我們固然可以說 它往東邊 不管50公尺 70公尺 它怎麼樣移動 還是可以講電視器 那這就是 我們要討論的 我們要不要做電視 下一張 曾經1960年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小汽車 小汽車非常重要的年代 當時的 來自於美國知識計畫的觀念 全世界都在做陽性 蓋高架橋 蓋地下道 那因為這裡 縱觀一直都經過 所以高來高去的高架橋 中華商場還在 這是發動的第一棟 那我們看到那個時候 因為它當時還不夠老 所以沒有要拆掉 可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一個 光芒重現的主角 不見了 再下一張 各位仔細看 以前是沒有要保留北門的 這個現在看的 很多很多的 威嚴國經營的事情 台北郵局 然後鐵道府 山進庄部 北門還不見了 再下一張 因為 當時 對於文化資產的觀念 就像我們現在 對於2016年 當下的文化資產的觀念 跟未來回頭來看 其實它就是一個 我們覺得它是一個 永久不會變的觀念 當時的市長這樣講 北門我們是不是先開 先重建 所以我們將來可以參考 原來的土壤形建 講回來 這句其實是 蓋新的本門 它不是牽引 它是要去蓋一個新的本門 或者是 以前的一個議員 覺得說 我們現在讓它 那個門存在高壓潮 來來去去的地方 路過的市民 勢必不可能 長留住屋心上 我們還不如 像新北火灘 後來正常會對待 把拿去別的地方 放在一個草地上 放在一個洞域上 讓它更親近的對方 好 謝謝 下一張 我先提醒一下 這個部分因為不是簡報 所以你可能要針對針點 所以再給你一兩分鐘好嗎 盡快點數 謝謝 1990年 剛剛我們也提到的這個報告 下一張 1982年的文資法 只有北門市國際古蹟 那個時候是叫做一級古蹟 旁邊沒有 全部的文化資產 什麼都沒有 包括球局 它真的不夠老 所以沒被拆 不要說三井結道部 全部要開發 這個報告是1990年 對文化資產的一個關於下一張 所以我們後來開始有了 鐵道部的拼射的一個保存運動 然後現在留下來 是我們很重要的博物館在上 1994年的時候 可以看到已經有拼射了 但是剛 夥伴們放得很快 我們沒有提到說 這一整個 到了2007年 因為吉桃捷運 開始開挖 然後慢慢的把這一整個 整個區塊的文化站 這樣子去建構之後 規劃不會再這樣做 不會當年只有曾經一個本門 然後 一個郵局 只有留下平道分定社 也就是說 文化資產 什麼東西是要留下來 讓後市區 享有這個空間跟物質的 每一個實在的觀念 都在改變 那我們現在是2016年 下一張 OK 這邊剛剛也是提到 曾經只有這樣一個空間 我們會不會留下來 那就現在的角度來看 我們不滿足 下一張 所以以前 對於這樣子的空間的想像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別的設計出現 不是說不好 而是我要強調 每一個時代對於文化的觀念 都在變動 下一張 奉城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再注意一下 剛剛各位 已經看到了各個局處的報告 1884年台北城完成 到1905年 日本人把整個台北城拆掉 奉城存在 它現在不是一個集體機 它變成是一種鄉愁 但是餐品商戶 它活生生 一百多年在那個地方 還有人在裡面 上班過的現在還活著 還有住在旁邊的現在還活著 那個東西 它已經一百多年 我們確定 它已經存在那個地方 而且它目前為止 是沒有被移動 塞到 通常是個問題嗎 抱歉 我一定要打架 不然今天你講 也排了一排 因為不在徵典 所以我一直沒給他們發言 所以不好意思 真的要打斷 那我先確認一下 剛才事先就事實的徵典 明清了歷史建築 是不是 它的遷移的規範 從法律面 我們已經離棄了一輪 那現在其實已經進入到 到底歷史建築 在原址保存的意義 那我想中回是補充三點 一個部分 它是從既有三個拱圈來看 為什麼它的位置 在原址的意義 它從不同的拱圈 可以看到什麼樣的樣貌 第二個 它提到的是 人與空間的關係 好 人與空間的關係 第三個是 它提到的重點是 時代的觀念在變遷 所以人們對文化資產的觀點 其實不斷的在轉換 所以在這三個爭點 它在這個爭議底下 它提出的三個論點是這樣 針對為什麼歷史建築 還是要再原始 它提出了三點 那不知道是不是保存 對不起 異地這邊或是 我們是不是先一個個來 我先 因為其實剛剛 黃老師提的問題都還沒有回答 我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 舊建築物本身 到底原地保存 跟異地重建 會不會有差別 我們一個來嘛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們請 等一下請官方做一下說明 然後明快做一些討論 因為剛剛 黃老師特別提醒我們 要用異地重建 而不是 可恢復性工法這樣的說法 這是第一個部分 以及第二個部分 比較清楚 就是它在原始 到底那個意義有沒有差別 因為我剛剛在文化局的簡報裡面 有聽到一個回應 類似是 您把它移到一個 同樣是街屋的位置上 所以在方向上 是有保存那個意義的 那對於在這兩件事情上 我們是不是先請 就是文化局來做一些回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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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確認一下 所以棋樓跟陸在一起是重要的 但是這個都是 千移重建方案可以做到的 您剛剛還在提到一個是說 但是移動了一定不一樣 那我想請你具體化 到底移動了全世的文體價值 或者什麼 可以再跟我們說一下請 謝謝 謝謝 所有的建築物 包括文化 在場所謂有有型跟物形 那甚至是有型的話 我們也會有所謂的 我們叫文化資產大部分都是建築 那另外一種文化產有可能是國寶 或者是某一種器物 那建築物它的特性就是 它有所謂的地基地號 分排它的位置 它蓋在那個地方 它有它的歷史背景 它的歷史背景可能有政治有經濟 有各式各樣的因素 促成了那個專業 出現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 我們可以把它拿走 沒有說不行 只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建議 五十一七十公尺 我們甚至可以把它拿到地上公園 那些地方都辦得到 我們完全相信 而且還可以讓它更堅固 更穩固 那今天 我們現在有附工 附工藍業 我們把翠玉百財 我們把肉情室 把它從台北拿去台南展覽 OK 那這樣是不是也是辦得到 它還是毀得來 不是要不要這麼做而已 我覺得都是選擇 謝謝 好 好 不然我們後面就要 然後等一下可能有個理想等很久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再會請你平常發言 謝謝請你 因為那個 剛剛障礙保 就是我還是 我也同意那個 的觀點 那我講的觀點就是 其實他在200年的時候 他提出來這個想像 他是一種創造 就是說 你可能會回到 有一種感覺或氣氛 那那種氣氛 是不是大家能夠接受 或是想要的 那他就要做一些價值判斷 那我同意 縣地一定有 他的價值 譬如說 剛才也有老師提出來 回到三線道嘛 兩邊各三線 回到六線就好了 這樣 我也說對 讓大家全台北市就忍受 那是一種價值 如果今天真的做成這樣子的觀點 讓大家就忍受 忍受交通的不變 讓我們看到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天橋跟火車道 不要 在地下 也可以想辦法讓他上來 回到一種想像 對啊 幫他那個天橋 我覺得很好 旁邊還有幾棟街 應該把他蓋回來 那也是一種想像 就是說 我們要回到什麼想像 那最後還是要加給文資委員做判斷 因為你們可能 現在可能是一種文資 是一種專業判斷 你們要幫全市民 甚至全台灣人民做一些決定 我只能說今天大家提出各自的關係 沒有好懷 但是還是回到舊案 剛剛都已經聚焦到兩個案 是不是舊案來討論好嗎 好 謝謝 那我們先去請已經登記的里長 很久的 是哪位里長 可以 何里長 是何里長 是 我是中文街的里長 原來是在我們中間區 那我破我們里長聯誼會的命令來參加這個會 我們的當地里長 他們要求我來做說明 因為 剛跟增典這麼多 因為其實都沒有要考到政府 因為這些裡面 兩兆你們都要考多久了 我們都要做很多事了 因為我們這些不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今天如果說大家決定負擬 你談這些都說廢話 這沒問題對不對 要以差這些問題嘛 那第一個 我代表中正基的里長聯誼會 加在我條 我們是贊成負擬的方案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贊成在第二個方案裡面 可以做回調 其實我對交通局講的這個說 對交通局的安全 會很大影響 我是不認識的 所以他在說我是不認識的 第一個 現在是施工期間最糟的時期 其實在拆橋之後的整個施工過程 我是市長時派的交通觀察員 我跟加上局跟公務局在現場待了十天 所有交通局我最了解 所有修改都是我們三個當地做決定的 我常常有意見的 所以你說這些加上局都沒有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只會更好不會更晚 為什麼 第一個 現在的路程是最複雜的路程 它是我們交通局最好的一個 所謂交通局 套製的實質設計專家 把這麼複雜的路口 把這實質做得這麼好 才能維持現在的交通順善 真的是 我們那個交通局就是設計師 我看是全國最複雜的路口 才實質做最好的一個 但是 未來它變成一個實質路口 變成非常單純的路口 以後我們中華日就只通行 這些煙杯被斷掉了 那國外路也斷掉了 所以以後這裡的交通 變成很單純的實質路口 不是現在的多差路口 不會從長遠短視的多差路口 所以交通單純會擋單純 這個交通流量 流速會加快 第二個 我們後來從下橋下橋 現在是禁止左轉 所以我們要往北方的車流 就要下橋了 這途流 以後是開放左轉 所以 進程的主車流 往北方長沖 從西南路走掉了 所以在中下橋路 第二個 進程的車流到中華日又很多 又轉走了 所以 進入台北車站 從塔城這邊到國外路 這一段 其實它的主車流 會從中華日又轉過來 可是它又有不同的實質 所以影響很大 可是過去又變成五車道 到中華日又變成五車道 所以要足夠容量去儲存 這個進來車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 交通問題 這個不是問題 維持八車道 也有七車道 也有都不是問題 因為頂多下一個三公斤的PC 5、6、1 以後 所以要想下來 你讓全條進入周到西路 只要走一半 然後你都要走一半 口外路進來又轉成車 以前是穿越新的 現在只能二團 二團手已經封掉了 所以直到西路 流量都減少 入口單純 第三個 台北西山是 影響台北交通 很大的一個因素 因為 因為捐通時間 近西山的車流 堵在東向西山上面 所以後來他們開一條路 到北門再右轉 在北門西 正進盪氣 但是台北西山一轉回之後 這問題也給別人 所以說 入口單純 流量減少 然後這個 西山一千走 這個交通量 沒有開始那麼嚴重 的機率 交通市場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不管以後規要八條車道或七個車道 是沒有問題的 但規要八條車道會有什麼問題 現況的 就像這樣的人 就現在一樣 你知道嗎 一樣就是很往南偏遠 比如說 我們大概會距離別人 現在可能比較寬的房長 也要只能維持三到四公尺的房長 如果維持八條車道的話 好 還可以維持三到四公尺的房長 也就是說 北門的北側 以後可以維持三到四公尺的房長 而不是說 最大他們規劃 無法審議 靠著 靠著北門的 但是我們可以用說 小車道方式去處理 因為這裡距離有二十九公尺 只要畫三 三點二米的車道左右的話 就足夠畫八個車道以上 來個四公尺的寬度 但是如果說 西鄉東維持三車道 今天夠用了 還可以再增加三公尺 做一個可以增加七公尺 所以說 如果把它 把北門那個區域的車道 改成往西四個車道 往西四個車道 往三個車道 往來車道 大概七公尺的寬度 在北門的短正 當然 東西南車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 對焦路是沒有問題 第二個 車禍也想 我們都不能接受 我跟你講 十公尺 今天因為當時的 仓促的 這個開放的時候 沒有發車到現在 怎麼車流交支 沒有 沒有提前混流 每次都混雜在那裡 車禍很多 都小車禍很多 我知道 可是我們改善之後 二月份 發生一陣車禍 我講的是 北門這邊坐邊 包括其他 你們那個統計 包括整個區域 那個地方 三月十九發生一陣車禍 不能講 我就結束了 再一分鐘好了 沒有 和你講 那個你講的都是 跟交通相關的事情對不對 我先確認一下 好 那我先 我覺得大家已經迫不及待 沒有辦法接受 討論交通這件事情 所以我先把前面東西 確認了 然後我們請交通局 做一些說明 我們再請合理黨回來 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可以嗎 不好意思 可能要做一個對話 那我先談一下 所以剛剛在原址的這件事 不好意思 那個真的是 總是要做出一些結論來 剛剛在原址的這件事情上面 我的理解是 那個結論是 文化局提出兩點 他認為三井倉庫的文化價值上非常重要的 一個是他的旗樓必須連路 以及第二個是 他必須符合某一種路途跟一整排街屋的相對位置上要留著 但是不是絕對的街角跟那個北門的距離是重要的 這是文化局的主張 那當然民團有做一個回應就是 這兩件事情當然重要 那異地重建方案也可以做到 可是民團認為 在原址這件事情上本身還是有它的象徵性意義 那這個部分文化局也同意 只是文化局說 那這就是一個選舉的問題 我們到底要多麼的重建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所有東西都蓋回來好了 那我想這部分我們就留帶文治委員來做判斷 這是剛剛原址保留的意義的部分的真理 好那我現在是不是請那個交通局先回應一下 其實這兩個方案具體而言 在交通上有沒有線狀的交通問題 以及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改 那個合理長剛剛已經提了非常多質疑 也請我們先對合理長的質疑做一些回應 謝謝 我首先先說明第一個 這個人檢驗原本大家有提到 民流的機會是五車刀或六車刀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警告財图之後 其實交通局後面還有下一個階段要請 像剛剛那個文治團體有提到 其實我們下一個交通比較努力的事情 其實是要把柏愛路到沿路北路南北向的交通 公共線是在做切斷 然後其實他們這部分的交通量 有一部分預渠是會移轉到中校西路這邊來 也因爲我們之前在做交通量預渠的時候 也因爲我們把南北向切斷之後 這些量體準有一部分會移轉到中校西路來這邊的影響 所以在我們的方案裡面其實都已經算進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也做了一個模擬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方案之下 它是可以承受我們下一階段要做的 國外到沿路的南北向切斷的這件事 所以說六車道的這件事 因為在過程中大概也很關心 就是我們也做過了六車道的交通模擬 最後得到的情況是當六車道的時候 車流一邊是回阻到模擬一個小時 車流往東邊就回阻到中山北路 往西邊就回阻到中校橋上面 所以其實它整個影響的怎麼會是那個 幾乎到新北這邊的程度呢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以交通局長期的認證 我們絕對是認同說長期車流量是要減量的 就是說在行政做委上 必須考慮說物質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一個可能性 或者說今天剛開始周盛新馬距離的那個方案 還是我們的目標一百分之的方案 可是現況剛剛的簡報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現況是面臨的情況 其實我們有個那個交通流倉小組 他每天在處理的就是 每天這個地方就是用路人入口的進口 然後就必須要請警察在這裡出門來 協助維持交通的一個情況下 或許我們的社會接收度 現階段還沒有辦法支持我們 直接走到一百分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面臨的一個事實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那個民黨這邊有提到的一個方案 其實我們這邊有相關的數據 有沒有準備可以修除啊 那個其實我們今天也是又在跟小大藥的時候 到四月底這邊交通事故的一個情況 其實並不是說引到拆除 不斷的改善就解決了 我們看到四月份的數據 四月份在北輪周邊 這個位置沒有算其他一個月發生十七件的一個事故 十七件其實是蠻驚人的 四月也才三十天 所以我是認為說 現階段這個是必須要被處理的 然後再來就是 有沒有可能車道在鎖點 這個部分如果說 剛剛提到的2.8公里的一個車道 因為這邊本身是一個短彎段 而且這邊的大客車可以很多 所以在轉彎段 大客車的轉彎段 第三個我實在有所謂的內魂差 所以那其實在2.8公里的轉彎段 大客車就會跨線的 所以在跨線就是 那種更容易造成差狀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說 這邊實際上 我們在車道船的固執不可能 車程到2.8公里 我剛剛講3點到我們在轉彎點頭 到3.2就可以多8 甚至到還可以有3道 渡時的總部位的財產空間 這有過到幾次嗎 我們要再會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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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現在台北市的車道 貝揚線外設也都是三泥 好 河笈市長 我們讓交通局回覆一下 揮一下那個方案15嗎 方案15的部分 其實本今天是要討論防濫惡等防疫疾瘓 其實之前我們也有提過過 這個是一具道路線型畫出來的一個情況 或是我們要符合一些這種回避 其實它畫出來的線型是一個多區者的一個路段 然後再來就是它其實是必須要削減到部分南側的一個空間 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它 那雖然北門它維持的那個寬度可信 它是非常接近三景的 這個是我們繼續那個面色鋪的道路設計回山畫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交通局我給你確認幾件事情 第一個你是同意剛才周盛興老師他們提到的 長期而言應該交通要往減量的方向去 但目前會考量的是社會接受度 你覺得要一步一步來 所以長期而言應該是要往交通減量的部分去嘛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你剛才補充的 我稍微追問一下那個長期 是以交通局的評估 多長期它才有可能達到交通減量 就是你們的數據上 其實就我們的目標是 上次在文明之後我也特別比較多 因為有很多問題我原本也關心 你就我們交通局定的面子目標是2050年 機會就到達3% 可是現在我們實際上面臨到一個情況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在這兩年其實我都知道信義縣跟中山縣是在這兩年通車的 而其實在這兩年的通車過程中 最近報紙也報了 台北市的公共運輸是趨近於指定 其實並沒有很大股的成長 也就是說實際上當我們在這個最精華的地區 投入了這麼大量的建設 無論從公共運輸使用率 以及從整個交通量等的情況 的確我們現在看不到這個變化 所以或許我們2050年的目標 雖然進到80% 其實它還是一個非常難的目標 所以交通局是認為 以80%的大眾運輸工具來停過的話 都要到2050 而且是一個保守的數字 那第二個我想要確認就是說 您剛才回應就是 就是合理掌的是交通事故的 就是說4月已經有17起建樹 然後第三個你在談的其實 車道的再縮減或轉彎道 其實會涉及到廣場的空間這個位置的問題 就是說你空 其實那個彎度的問題 還有車道的問題 是連帶著你廣場要預留多少的空間 是這樣子嗎 可以確認一下嗎 其實剛剛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房案已經到15了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 從1到15的過程中 我們一直都是在考慮 兩棟建築物跟廣場空間的一個問題 來做了不同房案選擇 所以其實每個房案都是有做這樣子的 好 那我們先就現狀交通狀況做一個結論 就是有沒有人要挑戰交通局的數據 就是說我的理解是現狀之下的交通需要發現到 然後交通局的評估是要到2050年才有可能有 比較清楚的交通減量 而可以去思考更好的文資的保存的方案 然後當然有要挑戰是不是 那先請 我想問一下交通局 就是其實我們剛在交通方案畢業的研究 因為我們才覺得現狀為什麼會 只要發生了測破 就是容易回復 就是因為現在來北這樣動線 東西這樣動線變得非常切太細脆 所以降通局也很多 所以就一旦發現一個問題以後 因為他中間那個區塊的總量中間之中 所以才發生這種問題 所以就我們覺得 我應該把問題說 快到說就是那個 現在就有一次狀況 我不知道一件是第一次狀況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 就我們今天也有 每天都在這邊 凱克林郭的一個民眾 他可以 他可以他的身體的不用可 你也來做一些分架 我想交通局做的方案 其實就是市民的體驗 然後就像市民的時候 我們在前一陣子 辦了一個研討會來講 就是其實 您做的所謂的流量的預測來講 我相信就是每個市民 每天在那個階段 在走的一個方式 一個感覺這樣子 那我要講的部分 就在於是說 以前那個地方會永山 你剛才講的 不好意思 你剛才有一台那公車 擠到內線道 原因是因為 那邊本來的 忠孝東路 忠孝基路往山床的方向來 那邊本來是四線道 而您之前的最靠近北門的那一線道 沒有打開 所以之前四線道變成三線道之後 那邊會發生車禍跟永山 我想我們的體驗跟里長在觀察的時候 事實上是一樣 現在的不永山的時間 平均三到四分鐘 平均三到四分鐘 不管是東往西或西往東 都可以從中山南路 直接通到忠孝橋口 平均三到四分鐘 就算是在最永山的下雨的晚上 大概十二到十五分鐘 就可以通過這個路口 然後我想在回應交通局 剛才舉了兩個車禍的一個方案 就是那個體驗 在台北市任何一個交通的要塞路口 復興南路跟中校東路的路口 建國跟民權的交通路口 任何一個交通要塞的路口 只要發生一個車禍 我相信 就算你十五分鐘內處理起來 一個車子的一個延遲的一個流量的一公里 處理到半小時 那個是一般小市民的常識 不是只有發生在中校西路才會發生的 所以你用那樣一個部分來說 這個路必須要移走 我想 這個對我們小市民的體驗來講 我相信那個理由很足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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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天晚上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當然這個在影響國也會被牽涉到非常廣面的意識形態 跟下的判斷時間 那我從來到現在其實沒有聽到任何心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失望 因為我們今天大概不是意識形態 也沒有說可以不行也沒有說可以不行 而是要在我們日常生活的交通節奏裡面 我們要面對它可以解決現在的狀況 那跟那個我也很希望說今天這個交通就不存在 可是這絕對是個理想 就看我們城市化的過程裡面 這麼多年Montreal的公約說要點探 大家都覺得是對 可是目前還是打不到的 政治這個狀況更糟糕 所以我其實有些時候是相信專業 我覺得交通局正面現在的狀況 初二歷50年 大概這個狀況新路之間的交通可以賣開來 聽起來好像不可思議大家都覺得要跳起來 然後明天就可以做到 可是你們是小市民啊 我是老市民 我其實對交通的事情 我當然覺得是人本很重要 然後大眾運輸取代一般的交通 這很重要 可是我們還是不要食人煙煙火 回到這個台北 台北這個車站 看看這個 在這麼小的區域裡面 處理這麼大量的交通的問題 我常常看這個中央車站這件事情 補鐵縫鉤 建一個交通樞紐 其實是 我覺得對台北市來講 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而且是驕傲 你們去比對世界上哪一個交通樞紐車站 可以有這麼有效的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我講這個就是 我覺得今天只是一個交換意見 當然我覺得就是 在有限時間點 他能夠交換多少 那可是我覺得就是 今天其實不是談這個 即時形態或概念的問題 也不是去把法規再判出來 說可以不可以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是 都是見述不見名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應該回到 可能有的方案來看 到底哪會可以的確 怎麼會這個 這個交流會越談越遠 那我們還可以回到這個 50後 對不對 談很多這個 什麼東西是可以 什麼東西是可以 大家繼續要注意 我們的時間其實是單向的 我們也在往前走 沒有事情是絕對是做得好的 可是一定要 根據大家的狀況做一個判斷 我不認為影響踩剎車 所以就一定談得到 我也不認為就是 我們去催止一個解決事情的方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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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請教我們 我們再麻煩交通局 再就剛剛的問題 把消通的現況 老師不要負責一切 我認識 我認識 我想談一下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問題 當變了 事實上 我看來 剛剛黃瑞茂老師在問 法規怎麼沒有規定 歷史業的規定 沒有 但是 在文化政策法 第三十條 他講得清楚 古蹟 他只有這個講古蹟 古蹟 非英 火煩 或者是 重大建設 中央重大建設 不得進 那這個重大建設要由中央來定 然後經過審議 所以我想沒有請到歷史建築 因為歷史建築 是在2005年才有這個效果 當然這個歷史建築的話 它是授權的 那到底 我們這個 北門的重大計劃 是不是屬於重大計劃 那 我想 文治委員的 審議委員的 這個 很少 甚至按照 紅化資產 文治委員審議的工作 只有三項 在這個 第二條 才是三項 第一 古蹟的肩定 第二 歷史建築的分立 第三 本法所規定的重大事項 文治委員只有能做這個事項 所以 各位不能把所有這個 事物的重大事項 也要推到文治委員 我想我們文治委員 並不能做這個決定 就是說如果說 你們認為這個是一個重大建設 那這個重大建設 我認為應該的事物 你們這個華盛領法 精彩 得到一份同意 決定是重大建設 讓我們再考慮 再重大建設 我想 法有法的規定 我們不能愉悅法 所以我們今天一直在考慮交流問題 那交流不是一個主要問題 如果說它是一個 必須要保留的 我想所有的文治委員 都認為不應該要簽 這是基本的 我們要文治 要震動文治 但是如果說 你一定認為 他是一個重大建設 其實在亂丟 經過一個 我們來考慮 看看 什麼能夠怎麼樣 來配合 我想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不要因為 你最交通 今天就一直在談交通 考慮 如果即使交通 他還是不是一個重大的 一個建設 我想 等於放著 之後 我就 就目前的法規 又會 接受 的問題 是 對 所以 他先 用卡住 因為這邊還有人像 這邊還有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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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先問吧 也先問吧 喔好 好 好 請 那請請先一併提問 交通局一併回覆好了 他有交通的問題想要提問 對 對 所以往前 再 往前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的視頻 在這邊居住 這樣子 那我可以理解說 就是除了我自己的價值以外 其實 要考量到很多其他的 例如說 重路人的防電信啊 然後我去都市警官 上部班學長 考量的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我現在想先 了解就是說 剛剛周一先生老師有講到說 八線道變成六線道 是不是山景就可以原地保留 好 假設是的話 那是不是就要來討論一下 八線道跟六線道 造成的衝擊有多大 然後大家是 是否被接受 好 所以 那好 那假如說今天是八線道變成六線道的話 剛剛交通局的人有提到說 就是 可能會回答到多少 那我相信大家只要在台北市有在開車或騎車 基本上 就是現在八線道也一樣會堵車嘛 只要是在尖峰時段就還是會堵車 所以我想要了解的是說 八線道變成六線道 堵車的時間是會變長多少 這對我一個騎摩車或開車的用路人 我關心的是說 會變長多少 我可能從新北市到台北市 會因為八線道變六線道 我需要多等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 這樣大家才可以去 探斷說我要不要實施這個方案 好 那另外一個是說 假設八線道變成六線道 那 一整天裡面 假如說六線道好了 一整天裡面到底堵車的時間有多長 假如是一天二四小時有 二三小時半都是順暢的 只有多大半個小時 這也會影響到大家考慮的點 所以我在想通局是可以提出一個 六線道跟八線道對於交通的時間的增加是多少 然後乘車的時間到底在一整天的比例是多長 對 那另外一個是說 六線道跟八線道對於交通安全上 是不是 例如說剛剛車禍的數量 是不是會有一些改變 對 那這部分我覺得 對於市民或其他參加的人 可能會比較好選擇說 到底是不是要怎麼選擇 那另外 那另外首相要理清的就是說 假設變成六線道 三層是就可以圓公保存 好 在請交通局說明之前 我先理清一件事情喔 因為就今天本來討論方案而言 兩個都是八線道 所以但是 我們應該都同意 理清交通的現況可能是重要的 所以我先還是請交通局跟大家做一些報告 那相關的如果你們要的數據 今天沒有足夠的準備 我們就請交通局接下來提供 就是給文思維 但是先請交通局做一個報告 任意的開oqu 各位說明我們要坐 until the actual emperor بعistically還永遠到澆邊 好像還不在一對 oinelle後 那最後我們有zilian 其實我們要去交通局 我們要去交通局 outdoor ök por 能開飛機 有需要您的 或其他的 是 麥望 是 詞曲 李宗盛 議員 這個宗孝橋通通都改的六千百多名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系統系統的問題 現在我覺得交通局一直是想要把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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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系統 我就讓前面的專業系交通把它排開 所以一直是想辦法用市民大腦來取代 但是各位去看看 現在每天早上從宗孝橋要轉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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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大腦的這個車流是什麼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 這真正這樣我們我們交通團結 我們也好希望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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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減量 我我我不好我我我不好希望的但是但是各位看一看 各位看一看 那個每天電視上的汽車廣告有有好的 好boom問問連行問問問問問問請問問問問那麼 爭特貝長坐坐坐做一個第二個調查 問問年輕人你想不想回來用 有沒有有沒有一輛車 好 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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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er facing他脫村 他說他不想的 有有 好我 critical 我是覺得真的是這樣 好我們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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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真的是用一種 一種容量的限制 所以國安的同意剛才認為講的說 你台北市現在任何一個地方有事故 那個堵塞通通是很嚴重的 那就表示台北市的道路其實是 已經是到處都是難的 都是難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總理講說 未來比率可以降低 那只是總量增加 總量增加 我們在那個政策中間 盡量想辦法去把大東運輸做好 讓這個增加的東西去使用大東運輸 但是我都跟你講說 除非市政府有很強有力的抑制措施 不然的話我是覺得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我是覺得那個真的是 想要降低小先生的持有跟使用 我是覺得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想這是前提的問題 謝謝 謝謝黃財先生教授 那徐天文教授也要針對這個做的請問 謝謝 謝謝 這個非常驚訝受邀來參加這個 我要介紹在何柏龍里長 他是在扁鎮五十二的交流大隊長 當時在交流黑暗區 我當市政交流部門 我們兩個都一直在處理那個問題 所以我相信他的分析 但是這裡面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是一個價值觀的選擇 如果以後我們第一次這樣寫 當時臺北市這個一群人 為了交流問題 為了多一個車道交流問題 之後把山頂餐廳簽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去看山頂餐廳的時候 可以介紹一下這個歷史 這是一種結果 另一種結果是 臺北市民當時做了一個決定 願意忍受少一個車道的擁擠 所以 留下來的山頂餐廳 所以我今天來參觀這個 第三個部分是 按照發展局剛剛的說法 西區門戶計畫 不是一個開發計畫 雖然我們聽起來很像開發計畫 就表示 我們這邊都有個共識 我們希望在今天這個討論過程中 會造成 這邊會有個北門歷史文化古蹟岩區的出現 所以它會讓大家在這邊 重新從以前的河道時代 到鐵道時代 到中銷引道的公路時代 回歸到把公路拆掉 引道拆掉之後 又回到鐵道時代 然後讓它又有點好像回路歷史的感覺 所以這是一個選擇 那接下來就是剛剛提的這個車道問題 因為剛剛這個 這個河里長他提的事實上是 有一部分是希望轉移 從西陵南的中華路 但是這個部分的轉移 牽制到交叉口的設計 包括這個 先有一個地方不能開放左轉的 就是左轉聯名別路 就是從西往東 這邊線目前沒辦法直接進來 所以這邊的車道設計 如果說按照剛剛 河里長的講法 是可以這個 少一個車道 他講的是七車道 不是六車道 少一個車道 那如果我們在這邊來思考 有其他的轉移方式 那我到這個時候 舉一個例子 當時 世界設計師都要做 林彥大道在新生南路說 交通裡說可以扣翻1.5公尺 我在公平會講 我說可以扣翻9公尺 交通不會有問題 所以現在就扣翻9公尺 但交通會不會有問題還不完成 你知道 但是就這樣做了 所以我到今天說 有時候是一種選擇 那我到這個交通問題 如果是 不是問題 今天應該好像大家 會不是都 同意 就保留延避 然後就都沒有問題了 那這次是一個選擇 那這個選擇剛剛 問題就是說 到底要農點多少 或者要轉移多少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如果說 讓中藥西部這邊 變成不是大家進出 台北市跟西北市 只要的幹道 只要要穿越這邊 都不喜歡走這邊 因為他知道這邊 車道少了 所以如果希望轉移的話 如果這是一個行事 那這邊是還有機會做轉移 是這樣的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跟交通相關 追加兩個 一個是 我覺得討論 牽涉到交通相關的家庭觀 那必須誠誠說 我覺得聽起來 其實我們很大程度是 以車為本的規劃場面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誠誠 我們今天在談清楚的沒關係 但是有時候聽到 以車 其實都是車子為止的 很討論 但是我們一直在說 整個本交通 有點像以車輪 只是第一個 那聽起來 我也很認同 比較務實的談法 2050可能 2050是個有點遙遠的 現況 遙遠遙遠的未來 那我們在當下 我們要以車為本 如果是這樣就誠誠了 這樣談 那第二個 也聽到很多 有關於等待的討論 但是其實也都是以車為止 但是其實目前為止 我們一聽到 其實反而是 民間提到的方案裡面 有考慮 有北邊捷運站 兩種捷運 北門捷運站 或者是未來的 機場捷運站出來的 人行動線的等待討論 那我也說 這個討論 有機會 待會有天談到 而不是都淹沒在 有關於車的討論 謝謝 謝謝 我請問我們有道理 其實這一個 整件事情 針對這個路行 或者是 有關於我們的討論 其實 如同車位所說的 那的確是種價值觀的選擇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從我們開始做 引道開除這件事 交通局就是 從100年開始進行這個 規劃案的 價值觀選擇 就是北門重現的這件事 其實我們把空間打開 所以我們把引道開掉了 然後 接下來 下一步驟就是 現在可能有 大概有不同的價值觀觀點來提出 然後 其實北門打開這件事 在周邊的人行動線 以及那個 我們 人行的空間 都是以並做檢討的 但這個案子 絕對不是單純的 以車為本 去討論 只是說 我們務實的面對 都我們現在交通面臨的一些困境 然後 再來 剛剛那個 我們這團體有提到說 現況交通事故 都是因為南北向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 我們看到的事故 都是比中西向比較多 然後當然如果說 你正行性路行 它本身現在的一個路行 本身那個 因為路線不只打 交支點很多 就我們交通專業來說 大家都知道說 交支點越多 就 事故的空間就是越高 然後 未來如果做南北向可以結斷的話 當然 交支點是變小的 所以無論是方案2 或者是方案11 南北向結斷都可以達到交支點減少的問題 然後 可是我們來看方案11 方案11 雖然做南北向的交支點減少了 所以其實他在南側還是會有風險 然後看CEA好不好 就是因為可能 對方覺得我這個組長也跟他不太一樣 所以我來看那個 其實 其實就文字團體提出來的示意圖 我們也依照的那個示意圖 重新照描在真實的一個路行上面來看 然後其實他北側面臨的問題 他其實是一個反向的一個曲線 就是他的道路是先往北 再往南 然後就是在這 就這邊 這邊如果就依內政部的道路設計規範 他本身是一個反向曲線的話 他中間是必須要加這 也要反合曲線的 其實這樣 這邊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測量行進的動線 尤其同樣的問題是大家會測在這邊走 還是很容易有跨一個測道線的問題 因為我們依照這個實際對照畫出來 然後再去上量他的那個轉彎半徑 所以發現說那個 這只會還要想你們講 對方講很久 問題太狡猾了 其實 因為這個反向曲線 我們也仔細量過他的轉彎半徑 在這種情況下 他北側的設計處律 其實是只有四十公里 然後四十公里可能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種行車速度還蠻快的 可是 我必須說明的是 所謂的設計數定是 允許安全行使之下的最高速線 也就是說 當今天有一台車 他超過四十公里 尤其最可能發生在裡頭或半夜 這種情況下 這樣子的道路設計 沒有人可以保障他的安全 甚至可能會引進國家檢查的一些問題 這個是我必須認識的 然後在這個方案裡面 雖然北側的問題是這樣子 南側同樣有個問題是 他侵入了北門的那個 中央指定的病毒半徑 他這個問題還是同樣存在 然後南側其實那用新生的一個風險點 也就是他在這邊國外都匯出中央指定 他是沒有足夠的空間 可能是中央指定的 所以雖然說 文字團體提出來的CEA 他的呢 北向結論的 膠質點變小的機勢 他還是有不同的問題存在 所以 我們還是認為說 在我們之前的考量 還是有方案二 他可以量到最初 是否一路走來 他期望達到的一個目標 跟錯目標 而且他可以解決 這裡面提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剛剛那個 每個事故就回答這件事 其實剛剛那個黃老師也回答過 因為其實台北市的主要感到 我們目前的設計方式 我們不會給他太高的服務水準 就是讓他剛好夠了一個情況 他服務水準可能是第一級 接近基礎的一個狀況下 所以當然每件事故 一發生就會造成的空地下 這個是必然存在的 可是結局我們整個監控下來 就是從事況停止監控下來 這個地方 確實發生是不回答的情況 時間 處理是必須要特地認識的 謝謝黃科長 因為那個時間 還是說有些回應也可以上網 回應 那好 有委員也要講 這邊還有嗎 要澄清剛剛對面的 好 好 要澄清沒有關係 我想我們提醒一下 快到十點了 好 我們想提醒一下 好來 這邊也有 那個剛才搞到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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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張老師好 第一次發言 對 先請張老師好 第一次發言 那這個時間有限喔 我 我仔細看了幾張圖喔 能夠表達到這三畫面的意見嗎 第一個是我們臨近的日本跟這個 韓國索爾 索爾在2003年 這個 也把車站附近的這個高架橋拆掉 拆掉之後 他把索爾前面廣場 一半的道路空間拿來做公車端用道 一半的道路空間 然後 花了這個 不到十年 八年 當然他同時在全球 全市 除了他有310公里的捷運之外 他又蓋了172公里的 BRT 所以他的這個公共運輸比例 從35% 到現在60% 十年 所以我談這個意義就是說 當然交通一定會躲 所以把高架橋拆掉 一個重大的意義 就是要 回歸這個人本 所以 讓行人有更大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聽到 不論是在 異地重建 原址的意義 交通擁擠 這幾個權衡之後 我認為我們臺北市要追求的方向 特別要在這個本層這邊 來展現出來 第二點 其實這個圖 像文芝環境守護聯盟有幾張圖 它從 北側跟從南側 讓我想到 做這個規劃 應該是故事發展區 對於北門這個區域 北門這個廣場 就保留著 這個範圍 保留著範圍 那如果這個保留的範圍 可以做一些權盒 所以它變成第二個我想表達的 就是說 這個北門廣場 這個範圍的 這個大橋 實際上就直接引火燒 後去消防的圖 對於道路 面積 或者寬度 然後車道交流 就對進去 所以才會有這種偏移的 這種設計 所以才會吃到這個 人行到 政治建築物的這個 或者廣場的這個面積 那所以這個廣場 這個北門的廣場 這個範圍 在都華局這邊的設計 規劃 有沒有可能做一些改變 因為我們現在在想說 比如從四車道變成三車道 或更多的公共運輸的空間 但是人是需要 在廣場所需要的範圍面積 跟車道方面做一些權盒 做一些重新的思考 才有可能讓這個原子 保留的這個會實現 那這變成第二個要捲衡的事情 那 就從這個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一個我想提的 日本東京車站的改造 花了很多年 花了很多年 它的改造讓我的感受 當然除了大樓之外 它最大的意義是 它沒有再增加任何機動車的車道 它反而是增加了更多的人型護照 這個自行車道 看你要選擇什麼價值 我也希望交通局 能夠更細緻的來做一個分析 這個剛剛有一位 忘了哪一位 我們的年輕朋友 提到說 會產生 因為你四次到三次到 會產生 多增加的言論 那 多產生的這個 那 將來我來做這個價值的判斷 我想明明會不更明確 那你先以短期的這個做法 我是覺得這個資訊不夠 還有這個何大隊長 對不起 這個現在是何里長 剛剛提的交通管理 這個管制的這個措施 跟簡化之後產生的效率 我個人是蠻認同的 但是很可惜沒有時間 讓你在 多表達 不過你排的這個意義這個方向 因為你是以從頭到尾三億 這個交通的改造 那你 剛剛說明這個方向我個人是蠻讚的 好一到三個方面自己去 謝謝 謝謝老師 在接下去之前 因為時間已經有點晚了 那我現在想要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應該都還同意 我們還是要務實面對現在的交通需求 那我的理解 我們在會前做了一些準備程序 本來今天要討論的兩個方案 一個是第二案 一個是你們的第十一案 但是現在不斷的有一個新的提議 要把八線道線縮成六線道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這個部分是 民團要另外也同時去辯護一個六線道的方案 並且從 這個部分是怎麼怎麼去 你們的 還是說我們可以回到十二案跟十一案去做比較 因為如果是十一案 我剛剛聽交通局的意思是 一案可以達成八線道的需求 我們很清楚 可以講好嗎 是 盡量簡短 你先講一下 我們很清楚我們的方案 希望是作為可以現在 一路緩交通的 的焦慮 那我們也承認我們的方案 絕對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就承認 方案對我們不覺得它是最好的方案一樣 是讓大家有空間重新來討論 剛剛所有提出來的議題 包括說 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數據進來 幫助我們做決定 好 了解 謝謝 那合理這樣 你碰到一個方案二 是 我在這邊做 想到很清楚 跟各位報告說 其實 這個 這個未來的方案 這是方案二嗎 這是方案三嗎 這個 方案二 現在是要北移嘛 因為要北移 所以說要先離森林山谷對不對 對 其實 現在的路行從這邊經過的 從這邊經過的 現在路行是沒有問題的 這都沒有問題的 以後更好不更外 對不對 插北在哪裡 插北那如果要維持八個車道 不移三幾個的話 這樣子路行過來的話 這個廣場 在北正廣場 北人的北正廣場 如果要用標準的三個五 你上個車道去覆設的話 就要淨 淨 淨 北平 但是其實是不用三米五的啦 啊 三米二 三米一 三米都可以 但是外側要換換一點就好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維持 八車道 不牽引的八車道 但是在北正的這個北門 距離這個車道 大概三到四公尺之間 就是維持八車道一個方案 就不動啊 都不動 只有犧牲一個北門的北正 從可能下七八公尺 變成三四公尺 要不要犧牲這一點 其他都沒有動 這是維持交通 因為影響最小 是不是影響一個情況的話 好 但是我為什麼說 七車道是可以的 因為如果把這個 這一段維持七車道 還有三車道 那這段維持四車道 好不好 因為這個車道在這邊有個左轉 好 有個左轉 好 所以它往西有個左轉車道 需要有車道 這個路口也是很單純的 中右西路 東向西可以左轉 那 中華路 南向北也可以左轉 其他兩話叫共左轉 是一個很單純的私路口 然後 以後 貫通車道是 爬城街 不是嚴峻北路 嚴峻北的撞掉 才進不來 怎麼又轉走 這個博外路 也怎麼又轉走 所以說 如果說這一段維持三公 三根車道的話 其實 這段維持三根車道的話 不會影響的 因為什麼 這個空間很大 它從來很大 這個博外路進來 它就變成五車道了 所以那個也沒有 也沒有聽懂的問題 所以說 我就影響不到 所以說 如果說 你要把這個北的 這樣留寬一點的話 就把西路上的車道 這一小段 這一段 就是從塔城到 英里會是三根道 然後東向警會是直的道 我覺得這個車道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整個 整個量是減少的 整個量減少 路口前化 所以我是說 如果我一直包吵 在這段維持 其實也可以 那就把我們要考慮 是這個意思的 好 謝謝 謝謝理想 還有嗎 我稍微收一下好不好 就是說 討論到現在為止 聽起來交通方案 就是說 三井不動的交通方案 一個市民團提出來的十一案 是交通拒絕的 是還算可行 但是 可能 會有一點點交通上的瑕疵 就是從博愛路轉出來的那一段上面 那這是交通的部分 然後 當然理想 合理長的那個方案 是本來不在今天討論裡頭 但我們有聽到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變汽車道的可能性 這個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再討論 但是我現在想要回到 所以其實 剛剛一直不斷在問的是 我們 這兩個方案 在其他價值 因為既然交通已經相對可行 就只有那一個價值的話 我想問的是說 在這兩個方案上 到底我們當時是為什麼這樣做 如果不是單純討論車輛的話 因為剛剛有提到 其實從頭到尾這個計畫 是因為我們把移道拆掉了 為了重現北門 那為什麼我們要留這麼大的廣場 然後以及這個 人行動線上剛剛黃偉運出來的 我們到底是怎麼去思考 有沒有在人行動線上做更好的設計 這個部分的問題 請 那我這邊先回憶一下 其實如果單純交通觀點 八顆到這件事 可能就是剛剛討論 多了過成的八顆到 看的確是現況的需求 但是你剛剛大家很關心的說 那距離北門就應該多了這件事 其實這個是價值觀的選擇的一個問題 只是說我們是否化學出在共同討論這件事的基礎原則 就是我們希望把北門的空間留設出來 所以路走下來做了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然後如果說 如果說剛剛有一道車輛網門天 是一個選擇 可是我們希望北門是距離才到只有三公尺嗎 這就可能是我們大家必須要討論的一件事 這就不是交通課程的 我必須先說明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要講什麼 我忘記了 對 就是剛剛平常說交通那樣在 以後新的路程會不會減量的這件事 我最近說明就是 從那個現在的國內路往北是可以貫通的 能得像他貫通未來的替代貢獻究竟會是哪裡 如果以後這邊 事情不同他就只能夠往東轉 然後而且南北上不同的交通量 有一部分的地址是會移轉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在未來的交通量計算 是有把西往東的量 國外南北不同的交通量影響也算進來 所以其實以後西往東的交通量 其實是比現在更高一點的 所以現況過去大家會覺得說 現況看起來它不成問題 可是我們還是必須要考慮它 替代動線它會移轉到這段位的影響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在計算 其實未來的西往東的量子 東往西 在北門前面這一段是更高的 我們這邊已經維持在 在最小的就是我們依據 道路的流量跟輪量計算 已經維持在最邊界的一個狀態之下 而現在其實之前算出來已經是 未來的一個情況就是 剛好借在低根底之間 謝謝黃哥 謝謝黃哥長 謝謝黃哥長 會不會那個 謝謝黃哥長很努力在講交通 那是不是民間團體還有 還有要講多 老師走掉 謝謝黃哥長 謝謝黃哥長 不好意思 我盡量直接斷下 我今天應該是說 我第一次 我在立法院工作 那我第一次來實斷我的會議 那我基本上非常佩服 我這就不用講 你們做得非常好 非常棒 那我直接講說 我擔任對這案子的兩個關鍵 第一個 交通局一直要把這條路設計 你發現到不這麼判斷 就是為了以後公司專用道在做 因為以後公司專用道會斷交接路 所以以後 那假如不是 沒關係不用回應 那第二個 我是針對文治委員 因為我是老台主 我住六張里 六張里就是現在的元氣 後面的地方 我非常感慨一件事 遠氣那塊地以前有一間房子 叫做林安泰五厝 來了 那林安泰五厝現在拆到哪裡 那個 墊江 對 反正現在是一個河庭邊 那個民宿館後面的那個河庭邊 他拆到那邊之後 請問以後 林安泰五厝拆到那個地方 除了我這個老台主 可以跟你講說 那個 遠氣那塊地以前是林安泰的老家 我跳過他的尾牆 在他的西邊 被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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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老台主 請大家幫你們記住 這些里長 他今天會來 他今天會不管講什麼話 他今天只想留住他童年的文明 這個就是歷史 請大家把這個放到裡頭 Maybe他有去過 他有跑過那些房子 他在前面跑過 這些都是歷史 你把他移了 你把他重建 你把他整理 他就不是 林安泰五厝拆到那邊 我臨一次到那邊去過 我去了 我不會再哭 因為他就五次林安泰的後 謝謝 謝謝 林中哲 我沒有兩張 我們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因為有明天版本的 錄影 當然也有40畫面 那每個照片 就是我們現在又看 比較專業的畫面 想讓我們看到 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 滿有名的我錄影 還是很快 這個是現在 北門橋拆掉之後 每個假日 我們會在那個地方 看到的想像 各位可以看到 人潮不一樣的洶湧 你可以看到歷史的價值 那些人 站在什麼地方 有的人是站在人行道上面 有的人是站在所謂的 北門廣場 普及的定著點 有的人是站在馬路上面 因為有紅綠燈這件事情 所以 北門的南北都有馬路 並不會成為阻礙大家 去親近北門的一個因素 那我們再來回想一下 用路 我們在城市中行走的一個經驗 我們過仁愛路 或者是過 新生難路的時候的 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一個發現到 或是生活的時間 一百公尺寬的一個馬路 如果我們發現到 全部放在北門的北邊 OK 這當然是一種做法 我自己本身 在做文石導彈 這個地方 自從拆了北門橋之後 我已經走了七次 我每次帶著一團人 不管是十個 二十個 三十個 我們從北門站出來也好 我們從台北車站 要往前到路走也好 在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還是一個 臨時的交通路是一個狀況 這樣 環一點很混亂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 完全是負面的 我們在等很多的紅綠燈 我們不斷在強調北門 是一個珍寶 各個處置都同意這件事情 國定古籍 那很重要 那我們怎麼觀看它 一個方法是 我們在等很多紅綠燈的時候 不同的距離 不斷接近 各個不一樣的角度 看到它的各式各樣的建築 有很多愉快的元素 再來就是一個 在北面現在 北面就是一個比較寬的馬路了 我們要看著這個秒數 趕快跑過去 不然這些人會被困在馬路中間 以後發現到 很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情 那現在 如果我們是 一個暫時性 我們在200之前 沒有辦法去回避 發現到這件事的話 如果把發現拆成是兩線 就是上下兩線的話 是不是對於接近這個古籍 是會有更多的一種可能性 另外 因為今天時間很晚 但是 不然還是跟主題報告一下 我還想要講一個 不是跟交通非常直接相關 但是也算是 這個議題非常相關的 我們為了要做所謂的 門戶計畫 門戶計畫 除了中在景觀 或者是背後有沒有開放 不曉得 但是 活生生的 實實在在的一件事情 就是 除了我們去談論的 這個所謂山景倉庫以外 它的東邊的這一排 目前是還有人在使用 還有人在居住 還有人在生活 還有人在做生意 那這些店家 或者是 他們跟山景的關係 都是從戰後 到現在 四十年或六十年 慢慢的累積了 這裡面一戶一戶 全部都是活在生的人生 那我們現在在談什麼 叫做門戶計畫 好像就是說 要有一個偉大的願景 然後用大家 進出台北的時候 看到一個漂亮的景象 那個漂亮的景象 是誰的漂亮的景象 所以我們馬路是重要的這件事情 它現在跟旁邊的這些 戰後 現在主義的建築物 它同樣 就有這樣串別的脈絡的關係 我們也可以把它全部拆掉 然後剩下一個燈景之後 左右 動作為點 心為點 但是現在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 見證了台北發展的軌跡 那如果我們覺得它不好看 我們可以討論 招牌是不是要管制 外牆是不是要清洗 而不是我們很輕易的 所以就把這個上面的程度 一並莫殺 謝謝 好 到我們聽起來 目前的狀況是 民團的11案交換荒案可行 現在爭執點 反而是在我們可不可以侵犯 北門的定規範圍 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就是廣場到底應該要多大 那我們其實是為了留廣場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選擇的那個路行 因為民團的 不管是那個 就算說成六線道 才從中間過 或者是說分兩邊分流 然後讓北門成為一個 呃 不是叫就是 孤島有點難聽 但是都是會很明顯的 侵犯到北門的定規範圍 這樣 沒有 因為這個圖是這樣 我等一下如果不對的話 等一下請民團來 來做回應 但是現在看起來 民團的方案 是會侵蝕到北門的定規範圍 那我請你做 對 這個的確是侵蝕到這個 這個北門的定規範圍 那我這邊其實要談的時候 其實從頭到這個 我們在談的 通過我剛剛的情報 都在談 北門的價值 這些事情 各位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其實 他的廣場其實是一個東西像 可是我剛剛幾天想到 他南北向 才是他真正的價值 包括你從 照片上面來看 北門這件事情 南北向的一個概念 在看這件事情 所以在規範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是壓迫了交通局說 一定要進 廣場的部分流出來 那很多的一個交通的方案 其實到最後 其實北門其實距離那個 那個道路其實是非常的緊 那這個道理是不是 我們當初要保護北門的原因 其實我這一點是存疑的 就是說 我花了這麼大的力氣 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結果我人道理是這件事情 當然我 我只是闡述我個人的觀念 所以我們一直在談的部分 其實是北門價值這件事情 沒有錯啊 我記得現在聖餐公司其實也可以走啊 我什麼樣的方式我都可以走 可是我們到底需要 什麼樣的一個空間在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也是一個價值的支持的問題 只是他明明有被張行使 在課會張那個過程裡發揮的問題 因為大家覺得這件事情 甚至於很多的方案 侵入他的股計的範圍 或者是歷史保持股計的範圍 基本上沒有人安排的事情 那我會認為這部分的事 要被人打破出來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 是 謝謝 吳委員請謝謝 我是民團的人 我是委員 所以 所以我沒有要替民團回答 除了剛剛說話 這個社長 這個社長是非常專業的 我只想一個東西就是 今天這個方案11啊 跟方案2 它其實是一個本質的支援部隊的選項 也就是說 再怎麼看啊 所有民營人 假如我們是不是規劃專業 選項2是非常成熟的選項 選項11真的是 就是不專業的選項 但是呢 當公務員用這個方案 說11是叫做民團選項 所以 本質上出現了一個謬誤 民團選項只有一個 我要先確定你們選項 是不是就是不要還 不要移 什麼的三景倉庫 所以任何不移三景倉庫 就是他們的選項 所以這個東西要提出來 所以你們在入宿的時候 必須非常清楚 所以就是說 假如今天要 所謂的選項2的對拼的話 他應該回到選項2跟3 因為選項2跟3 他很直接討論是 選項3 他其實是非常接近所謂的那個 北門的 北上的廣場 然後呢 這樣子才可以討論說 將來我們可以從大線道 從系統的轉移 整個中校中 可以變成四 六線道的時候 他馬上就會讓北門的北廣場 增加了7到8年 就會非常接近現在的選項2 所以 其實必須把這個論調才有機會靠近 不然大家就再回答一下 對我的意見 所以說並不一樣就做這兩個就要做 好 謝謝 可不可以放這個都委會的決議 那個會不會跳 501年 因為今天是公平會 我覺得當主席講得很清楚 因為都委會 當初有狀況的決議 比如說文織文會 所以神力的內容會改變都市計畫權益之後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這樣 因為文治法是特別法 文治法特別法 講的確是22條說 注意的是位立古蹟 利劍 還有聚落 等等等等 主地利用 得受不需要法的規定 所以才會被淡出 如果不需要法通過的話 才會被淡出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共進會 反而是提供各位不同的意見 最後還是要給文治會討論 我當然知道 像剛剛薛老師說 不應該回到文治會 可是如果按照特別法的規定 明確22條的所有的資訊 他文治會的這個 必使用的意見跟機根訓誤 必使用的不受適用 如果最後文治會還決定疑惑不疑 那才會後續會有交通 跟不思議外的配合 所以我覺得今天 因為是討論聽取各位的意見之後 例如說原來是2跟11 今天反而會有第16 比如說 這是那個8線道或7線道或6線道 我覺得這都是今天公進會最重要的目的性 還是要回到那個 要不要以後 還是要整個古蹟 利劍跟北門的意向來談 那決定疑 我相信一定會有都基跟交目配 決定物疑 一定要會有都基跟交目配 不然就不用不知 把這個特別化的目的性能存在 以上提供一見 阿倫 謝謝 有任何委員還要做這些事情 謝謝 各位 謝謝 各位 各位好 我是17號人黃立民 其實我的方案就是 剛剛說是在17號文會裡面有點接近 就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 在這些清朝時期 比方是南北一些的洞线 但是经过了长久的一段时间 尤其是战后大量的交通本 以前东西下 然后现在怎样成立 关系到其实我们选项的特点 刚刚李伟也有讲的 舞序会的声音 但是这牵涉到我们有多少的 其他的文化的特点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 整个台北之家附近 舞铁公共的这个事情 那上次在 在这希望文会里面 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舞铁公共不是一个 应该要支持的价值 相反的我想问的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未来的消防计划里面 对于现在集中在这区的 消防量有其他分散的规划 我觉得要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 才会有解 那譬如说 刚刚提到这个 台西西战 移走了以后 让整个消防量其实结果满了很多 那到底未来有没有可能 有类似这样的计划 那这个也应用的 像 就是 刚刚中学的一个回应 也就是我的第二点 呃 现在看起来 因为刚才的2050年的愿景 那只有百分之 就是消防量 小汽车可能减少了 偶尔那个百分之八十是 小汽车还是包括 所有的消防量 也是如果这是我们的2050愿景的话 那我觉得 嗯 这个 好像进展非常有限 尤其要放到我们 现在整体的 现金的城市 在这个阶段 思考绿色交通 那我觉得这次 就是关注着我们如何看待愿景 还有决心的问题 那这个 是不是台北那个 市府的交通计划 能够提的更明确 嗯 嗯 嗯 牵涉到就是 未来发现到 到底有没有可能缩减车道的问题 那刚刚张委员也提到说 那个首尔市中心的 2003年的 嗯 市府前面的广场 变成是这个 嗯 从原来的 很多车道 变成是密地 还有工资分用道 那77年 我去 首尔市的时候 他们被讨论的时候 画门前的实现道 有没有办法 有留更多的类型空间 那目前 嗯 地方政府想要退这个计划 但是中央政府不太诞成 因为中央政府 最近有中央机构 但是我想 他们等到2050年的时候 应该这个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 所以 我觉得 中央政府会 这边就我自己而言 我想看到 特别人叫长期的 中央文化的愿景 那也不要让我们 在中央政府会 有一个局势上的职业 然后另外提到 中期的半分钟 那个历史上都有 好像我们现在都在地图上 看这件事 但我要强调的是 直到我走进北梁的时候 我觉得从那个 北门的拥抱空间 看整个历史影响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对市府在讲的 那个南面的那个走道 嗯 以及北门足够的广场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 但是这个关户道 那到底三井要不要猜这件事 我希望有更好的 消防的 平补 可以提供我们做判断 另外我觉得 灰南2050年 如果还是一个 八线道的 这样的 交通规模 在这个区域 其实不太不得给今天的想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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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谁的门户 这个谁的门户 市府邑谷有所主导 这是林青龙的门户 是林东武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 全台北市人的一个门户 或者是全台湾的一个门户 谁的犧牲 你弄那一张照片 似乎在意思说 旁边有一些地方的人 那些建筑委 会受到牺牲 而且应该要照顾 但是我也要 告訴你們,有些人可能願意縮索六車道來報復三千塊錢 但是今天晚上還有很多人在通過宗教教課 在那些現在可能還在外面奔波打拼的這些人 他是不是願意犧牲來成就三千塊 我也自己在想,我也希望你們也會想 這個犧牲不僅僅是歷史建物的犧牲 也有一些人我們把自己的價格強壓在別人的價格 如果很多人認識我夠久的話也知道我的立場是怎麼樣 但是我仍然希望說我看到很多人在宗教橋上面 在擁擠的時候會新增的 第三個,我覺得六車道不太好 發車道只要是能移或者是不移 其實我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就交通的觀點,只要發車道 你要承諾,賣一點什麼都還可以接受 那也就是說,但是要回過頭來問說 到底我們做戲劇盲目的目標是什麼 到底這樣的一個發車道 是不是還能夠成就我們當初 對於這個戲劇盲目 或者是對於被人的一些想像 我想這三點提供各位主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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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風 那邊有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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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看 每一件事情 從美的角度來講 要三度勾煙的錢 還沒講美 我還是要講交通 交通就是我的話 為什麼 人的生活是文化 今天要不要問淡水河另外一邊的新北市民 要不要 我覺得要 今天我聽了半天 發現到 還有聽到 六線道 還有聽到 東往西四 西往東三 還有一張圖 何里長說 因為東往西 是四 西往東是山 我現在就沒有聽到了 那 沿平南路 上來 往右邊要怎麼辦 我沒有聽到 中山 南路 東 是不是要三線道 一路下去 我沒有聽到 所以我覺得 再回來 我們今天在講什麼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講價值 我好希望 我好希望 沒有車 我好希望 可是我知道 八變六 至少有一百萬人會抗議 那你可以告訴他 一百萬人 你不要抗議 我們為了文明 可以嗎 好 這個時候 有一件事情 不管各位愛聽 或不愛聽 那叫科學 為什麼 會 要 用 革證 是因為第一個 那是最好的 尊敬 山景倉庫的一個 構築方法 為什麼要革證 是有一天 當這裡 不要說六線道 沒有車的時候 他可以搬回來 他可以搬回來 所以就回到這個事情 我今天聽了 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作為一個台北勢力 就是 北門不重要 山景是議題 在兩次的文字會 只要談到 比如說我的同事發言 那玻璃就一直敲 移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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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有一張照片 太多張照片了 各位 不是你 欸不好意思 那個 我現在確認一件事情 民團覺得北門也非常重要 是 就是這個會議的共識 那個 老軒 老軒 我再敘述一件事 過去發生的事 對 我再敘述一件事 沒有人說北門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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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各位 尊重一下這個林組長發言的時間 我們已經幫大家澄清了 在這個場合 像現在所有的民間團體 都覺得北門重要 但曾經在文字審議會上面 發生過以北門的過程 各位 三秒鐘 三秒鐘 那張照片就出來了 各種髒話 各種以北門打擦 那張照片有 所以我要講 我在講 然後自己本人在場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 第一個 不是台北人 我誰都尊重 包含山頂 包含北門 好 這是一件事情 然後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想想看一個北門的北邊 只有三公尺 我用想像的 蔡元良教授有一天用了一個字眼 大家也不喜歡 他說方案十一 在美學上 是 是是是 他用的字眼各位還記得 好 再回到一件事情 方案十一是誰提的 我清楚的在場 是第二次文資審的倒數五秒鐘 林小姐 您拿著一張圖 放在主題前面 以前老師說 那 方案十一 一定要討論 當時 老實講 我都還沒看到方案十一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好台北的好態度 所以今天一件事情 剛才 吳委員您說 就是到底民團有沒有說要提放案十一 或者說是要移不要移 那我回到我今天的最後十秒鐘 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移的好就是好 移的不好就是不好的 為了一個城市的發展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好好的討論 到底好不好 而且這個是2016年的決定 這個2016年的決定 有2016年的現在所有的狀況 我替交通局的朋友們講一句話 你們難以想像他們的工作時間 任何一個概念圖 它有方案2A2B2C2D 任何一個概念圖 它有5A5B5C5B11等等的 我要說的是今天請互相尊重 原因是沒有人亂講 沒有人不在意包含各位朋友 所以整個 因為剛才張老師問我 我直接當著60個人的面前說 這是不是我的門戶 答案是 我如果是台北人 這是我的門戶 可是我在我的工作方位的時候 我盡我的力 跟我的同事 謝謝 我盡量看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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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還有一些題目沒有討論完 那我先試著做一點點整理喔 第一個事情是我覺得聽到現在 以我們還是要務實去面對現在的交通情況 那以一些專家的發言 我目前為止聽到現在 我聽起來現在是有發現到的需求 但是有很多人提到交通減量的可能 而且也許不是那麼久 或者說我們也許可以承受一點災車 那當然這個從市府的立場 我的聽起來市府立場的總結 是我們在評估上發現了 這個會有一群很明顯的受害的人 就是每天經過這條路的人 他們可能我們會面臨一定程度的抗議等等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就先收在這邊 就是說市府的立場 希望可以有發現到 至少在暫時的規劃上 要維持那個發現到 是我們交通局在專業上的一個要求 好 那當然他有沒有一個在縮減的空間 或者讓大家忍受塞車的空間 暫時性的忍受是有的 只是說以交通局專業立場來講 會非常的建議做這樣的決定 好是交通發現到的那個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 我聽到現在確定的事情是 民間團體也不覺得你們的十一案 是你們最好的方案 你們只是認為這個方案是一個暫時性 可以讓北門跟三井都互移 然後可以試著再去找到一個更好方案的可能 那他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案的原因 包括剛剛都發局跟文化局所提出來的 我們還是都希望北門廣場可以更大 因為北門的積極範圍以及北門的重要性 是民間團體也很重視的 所以能夠讓北門的廣場變大 而不是因為現在遷就了八線道 所以必須把北門變成一個狹場的窄的債 不是你們非常喜歡的一個方案 這個是第二個共識 然後以及第三件事情 我想確認沒有質疑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這個方案 都發局提出來的方案 要把三井殘庫遷移的這個部分 他是有可回覆性的 因為剛剛民主長特別提到底下的一個格陣的設計 所以如果 所以我聽起來我覺得那個意義就是說 我們現在遷移了 然後我們有了立即的北門廣場的擴大 這個是雙方都覺得有好處的事情 那如果未來有一天我們的交通可以減亮了之後 三井是可以移回來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都發局剛剛試圖辯護現在的方案也是一個未來還有機會 找到最好方案的可能性 好 目前總結到這邊 那有沒有要補充的 我想要說 今天的很多新的進展其實是爭取的結果 對 包括說 開始我們的市府單位重視三井 然後試圖說即便要贏他 也幫他想了一些後果 這個我必須要說是爭取突然的結果 那麼剛剛現場發生的一件事情 我認為也可以來跟大家討論是說 局長說了我們講北門不重要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北門不重要 包括文字審議上面我們也沒有說過 我們也沒有說過 我們也沒有說過 好 那如果要進入那個爭辯的話 我覺得好像不要另外來猜 好 沒關係我們先回到今天的真點了 不好意思 如果我們有說過 那是因為在所有官方的報告裡面 都在強調北門的重要 而沒有講三井 那明明是一個關於三井要不要輕易的討論 所以我們認為如果真的有 類似的文字出現是因為在這個脈絡下 我們在說為什麼北門要把他提的這麼重要 而三井都沒有他所謂的價值出現 這個我要澄清 那麼包括民間團體的叫囂 譬如說剛剛局長說了我們就開始的行業 我覺得要看到一點是民眾是不習慣有麥克風 在這個過程中也經常是沒有被付給麥克風的 我們只有三分鐘 當然爭取的話願意給到十分鐘 但是這個都是爭取 然後必須要用一種比較大聲的方式去爭取到 我們要講話的這個過程 我認為是另外一個議題要可以面對 對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說 我們不要假想說誰在犧牲誰 既然今天走到這裡了 那麼所以不要說我們民團提出的方案 就要犧牲那一些正現在正在辛苦經過中校長的人 這實上大家也看到我們 即便我們向未來有所謂的交通減量 但是我們也還是把我們的方案化的發現到 是因為我們已經聽到了交通局在說的需求 我們自己也都是用路人 我們是團體 我們是市民 我們騎機車開車 我們會經過 我們知道對 用路人他沒有參與這個 就是他今天可能沒有很多他的經驗進到這個現場 那麼所以希望我們學長 不要說我們好像正在犧牲誰 那麼可能可以回到為什麼我們要談居民被犧牲 那是因為在這個現場 我們只能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討論居民 但他們對這件事其實其實沒有聲音 在過去的程序裡面 不想重彈了 就是是否在處理居民安全這件事情上 其實是有卡通的 不是沒有 以上 那麼另外再講說輕易可回復性 還是要說這個可回復性 是在不斷爭取裡面跑出來的一個可能性 但是就看到是美頭車站 對 他要回來 但是也發生了 對 那這個也是有必要 要讓大家去繞 好 那還有任何委員要做什麼指教 或是什麼補充的討論嗎 我剛剛發現我自己還漏掉一點 是說因為一直在談這個交通 可能在行人動線上 大家有一些彼此方案的討論 那我剛剛聽到是說 從市府這邊的那個第二案的版本 特別強調的是北門的南方 的那個人行空間的可擊性 不會被臨時的那個圍繞北門的 發現道分成四線道 四線道的狀況給切斷 但是民間團體有提到 市府未來的方案 如果是八線道橫跨切開北門山頸 也切開北門跟鐵道局的話 那從捷運站出來的話 要走到北門的這件事情 在人行動線上 是一個比較不好的設計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做一個整理 大概在人行動線上 今天有討論到這個 那如果沒有人有任何再多的建議 我們是不是 欸 是 提醒一下 現在已經十點四十分了 好 好 那這樣子我們今天很感謝各位好朋友 還有我們很多學者專家 都陪我們到十點四十分 真的是大家可能是勁筆力竭 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再多多溝通 我相信市府這邊也很願意跟我們的 年輕朋友來溝通 那也非常感謝很多的專家學者 陪我們開這場的公聽會 那我們今天暫時告一個段落可以嗎 謝謝大家 謝謝